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利用今天这个时间 跟大家共同研讨一个题目 就是神明怎么拜 大家都想拜神明 得到富贵 吉祥 健康 幸福 社会地位的提升 但是你不了解神明 那你就胡乱拜 就很多拜出问题来 尤其在现在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众 所以大家难以辨别 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研讨一下 这个神明是不是存在 那么它如果存在 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的 那么明白了 这个它以什么形式存在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方法 怎么去跟他们沟通 那么只有能够和他们沟通上去 那你才能够真正的什么 拜到他 否则的话你这个 胡乱拜 没拜来正神 邪神来了 邪神跟着你这一辈子 就很辛苦 这么多年 我在世界各地帮人解僵 帮着很多人处理邪灵附体 或者邪灵干扰这个事情 大概也有一千多例 这几年里面就有一千多例 这个大家深受其害 尤其是这个很虔诚的信仰者 特别你们很多是虔诚的佛教徒 虔诚的基督徒 这个虔诚的拜神 我们华人来到南洋以后 问他们信什么宗教 他说我们拜神 拜神是什么宗教 世界上有道教 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印度教 那你拜神是属于什么教 后来我深入了解 才发现 咱们华人 这个特别南洋地区 祖先都是从这个 大陆移民来的 说是他们移民来的时候 带着家乡的神明 搞一个分灵 虽然背井离乡 下南洋 那个时候下南洋很辛苦 不像我现在下南洋 坐着飞机就来了 几个小时 那个时候老辈子下南洋 帆船时代 你们的祖先 那是漂洋过海 在海上要漂一个多月 甚至两个多月 才能到达南洋这个地方来 所以他们祈求神明的保佑 保佑他们能够顺顺利利 到了海外以后 也能够顺顺利利 所以我们现在 在全世界都有华人 并且华人到了全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 发展的都特别好 发展的都特别好 因为勤劳 努力 离开了家乡 为了养家户口 他们很辛苦 很勤劳 不偷懒 所以在全世界 各国各地都 这个生根 扎根 并且呢 这个很快地就 受到当地的 这个老百姓的欢迎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原因就是 他们带着神明一起来了 神明保佑 所以是 至今在全世界 以福建人 广东人 这个老华人 移民到全世界各地 为多 他们都 这个发展的都特别好 一些大富长者 还有在各地 他们从政 那么成为一个 显赫的家族 那么我发现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什么 就是 他们一直是 没有离开神明的庇护 一直带着神明保佑 这个所以是 你们中间很多福建人 你们拜天公 对吧 这个春节不怎么重视 但是拜天公 正月初九拜天公 这个天公是谁 天公就是玉皇大帝 所以你拜他 可就拜对了 为什么 他是天地人 三才大总管 二十八重天 归他管理 人间归他管理 六道轮回 也归他管理 上从天界 万物界 就是我们人界 就是万物界 那么下到地界 还有明福 明福就是 人死以后 这个世界 也归他管理 连动物 六道都归他管理 所以你拜天公 所以是这个天公 正月初九 是天公的圣诞 大家拜天公 这个传统 一直保留到今天 所以是 那么天公 就是玉皇大天尊 所以是 那么你跟他纠缠了 搞好关系了 你经常去他家里做客 正月初九 这个他过寿 你跑到他那里 去成为坐上宾了 这个一般的小神 小鬼 就不太敢惹你了 为什么 这家伙厉害 天公过生日 他会去他家里做客 你不拜 你当然就不做客了 你拜就做客了 对吧 就像我们这个 新加坡 哪一个总理 部长过生日 请你做坐上宾 那这个 人家一般人 也不去惹你 因为你认识总理 认识部长 对不对 有个小来小去忍了 他不惹你 神明界也是这样 他有严格的这个尊卑 这个 所以是 那么有一个礼婿 那么你被更高层次的神明 所披护的时候 一般的 这些小的邪灵邪神 他是不敢招惹你的 换句话说 你只要拜天公 就会得到什么 匹佑 那些不信仰者 这个懒惰者 甚至是 现在是诽谤者 那么得不到庇护 所以他就乱七八糟 那么这个神明到今天 还是一个悬案 就是到底存不存在神明 存在神明 我们为什么看不见 这个难题呢 一致难倒了我们 因为大家都信科学 以为科学 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目标 和唯一可见证的手段 所以我们这几百年 被西方为主的这个文化 一个文明 实际上不太文明 大家看到了现在美国选举 就看到了不太文明的很多现象 对吧 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文明 真正的人类文明 不是这个样子 它是有离 有序 对吧 然后 千千 卑卑 每一个人都相互之间 和和斜斜 是这样的一个 才叫文明 所以是被这西方的文明 错误地误导到科学文明 科学能证明的就是文明 科学不能证明的就是迷信 也就是不存在 这种科学迷信 我们对科学的迷信 导致我们人类失去了大量的 真正的实现 也就是对宇宙的真实现 生命的真实现 我们 丢失了大部分 丢失了多少的比例数呢 2012年冬至之后 在2013年全球科学家发声 发出声音 承认暗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 暗物质在 在我们生存的空间里面 占的比例数占96% 那些科学家给出了十分准确的答案 什么答案呢 就是这种暗物质 暗能量 暗空间 真实存在 不可测 不是说不存在 是真实存在 不可测 所以这个 神明世界 跟这个暗物质世界 暗能量 暗空间有什么关系 几千年以来 我们 这个人类的祖先 就通过 各种高级的手段和技术方法 和暗物质世界的 神明世界 不间断地沟通着 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现代科学可言 不像大家现在 迷信现代科学 世界2013年 科学家发生之后 我们知道 我们迷信的科学 只能搞4%的东西 所以你迷信科学了 是你的眼界缩短了 是你的境界出了问题了 因为你迷信在物质世界 眼睛可见 耳朵可听 手可以触摸到 这个仪器可以侦测到 你迷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了 这就出了问题了 因为你只迷信了4%的存在 那么还有个96%的存在 被你丢失了 所以你由100%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圆满的虚空法界这样的一个世界 具显在4%的物质世界里面去了 所以说是人类把真实的存在当成否定的 你这个信鬼神 信这个就是搞迷信 你信科学就不迷信 现在2013年科学家告诉 你只信了一个4% 96% 我们科学没办法映现 没办法研究 只知道它们真实存在 那么我们人体里面到底有没有暗物质这种东西 有没有暗能量这种东西 我们人体是一个宇宙的全息浓缩的小宇宙 那这个小宇宙里面有4%是物质的 有96%是暗物质的 那么我们人体是个全息宇宙的浓缩体 那你人体里面是不是也存在一个4%的物质和96%的暗物质呢 答案是肯定的 这叫全息科学 也就是有什么样的宇宙 有什么样的宇宙 人体的比例数 是同样的一个比例数 所以是大家呢 这个 要在今天学习怎么拜生命 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刚好彰显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供佛供神明 到底以谁为主 是以神明为主 以佛为主 以这些菩萨为主 还是以人为主 这就是当今世上一个迷魂颠倒 实际上所有的圣贤的教育 都是让以人为本 这个以人为本 是以我们的人的灵的解脱为本 不是以现在的满足人的这个贪欲为本 这跟我们今天世界上所讲的以人为本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今天世界上的一个以人为本 就是以满足人的贪欲为本 人要贪求什么就让他有什么 所以是人大我慢 然后以人为本 可以任意的杀害动物 任意的这个炸毁山川 任意的这个掠夺地球母亲的资源 这就是邪魔倡导的以人为本 那真正的圣贤教育的以人为本 是回归人的灵魂的解脱为本 因为这是什么 生命的事项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堂课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重要到什么程度 就是一个洗心革命 重新认知这个宇宙 重新印知我们生存的外环境和内在的内环境 那么重新认知人与神明的关系 人与先佛的关系 那么这个 所以它干扰是会很大的 这个各个方面的干扰 因为这个人类要苏醒了 很多邪恶的众生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还是希望把人类做成他们的奴隶 被他们支配 被他们利用 所以这恰强是什么 魔王波训所干的事情 魔王波训它是在六余天的天主 叫他化自在天 他就是主张 众生要贪婪 贪婪到极点 以自我为中心 膨胀 膨胀到极点 叫大我慢魔 他就赢了 这是他教育的目的 那么实在来讲 这人类近几百年的教育 确实是在进行了这样的教育 人是了不得的 这个世界都是我的 这个宇宙都是我的 连火星的土地我都可以卖 所以这就是人类的张狂 实际上是被邪魔利用了 磨入你的心了 迷入了你的心窍了 那么信仰 有信仰的人 大搞神佛崇拜 迷信神佛 丢失真正的自我 真正的正神 正像孔雀明王经中所说的 都是拥护于我的 不是我听神明的 是神明来拥护于我 为什么拥护于我 因为我原本是佛 我是如来 我本质上就是如来 所以从这个今天 我们经历的这个 大家为了供佛 把一个好好的一个课室 大众修学的一个道场 都变得无颜瘴气来看 我们虽然在弘扬正法 大家的心态还没有摆着 没有把这些修法的大众 作为诸佛菩萨来供养 来服务 而是只是为了供养神佛 然后把人修到了道场 搞污染了 那么这就是什么 颠倒 这是颠倒 所以我们今天讲神明这堂课 实际不是仅仅的一个 怎么拜神明的问题 是为整个人类 纠正一个观念 纠正一个什么观念呢 就是大家不要再迷信鬼神 敬鬼神要远知 要从自己原来原本是佛这个地方 去敬拜鬼神 敬拜圣贤 敬拜四圣法种 古人这个给我们教育 让我们看到了诸佛 诸菩萨 声闻圆觉 这个看到了大罗金仙 看到了历史上很多修道成功的前辈们 是让我们自己 悉闲养圣 仰慕他们 悉起他们 敬礼他们 然后像他们一样 也完成我们原来的 本来是佛 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 这是真正的圣贤教育 而不是搞一群神明来 在这胡烂的磕头 胡烂的拜 这就叫迷信 迷信 所以我们往下 来顺着今天理好的大杠 来一点点的把这个课程 深入给大家 首先我们要 知道神明真的存在 我们首先要认知我们生存的世界 那这个世界是一个立体的时空 立体到什么程度吗 上有没有边界 没有边界 下有没有边界 没有边界 东西南北有没有边界 没有边界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无极 无极 上下左右前后 都没有边界 叫无极 这是并不是我们生存的一百四十亿年的一个宇宙 是我们生存的世界 这个世界 是包容了三千个大千世界 释迦牟尼在经中上告诉我们 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叫一个小世界 有这样的一个小世界 一千个为一个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 那么我们生成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 到底这个宇宙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世界呢 三千个大千世界这么多 你们回去有功夫 自己用数学算一算 到底有多少个小世界在里面 这是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对人类来说 一百四十亿年很久远 但是对宇宙来讲 只是一瞬间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 那么这个世界是怎么诞生的 大家要知道 是从无中生出来的 原本什么都没有的法界 是静明的 是空明的 阴己生阳 阳己生阴阳不及 这个宇宙静 它就沉淀 它就生阴 阴急了 它就又要动 就生阳 这只是一个 自然界的一个 自然的一个变化而已 在这个变化中 万法因缘生 环从因缘缅 然后生成了 各类的宇宙 各类的这个世界 法界里生成了各类的世界 就像我们这个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从开始生成 一百四十亿年前 它只是一个小零点 只是一个小点 然后我们叫这个大爆炸 宇宙大爆炸理论 从这个点爆炸 就像一个水底 底到油锅里 砰炸出来 炸出来一个世界 然后经过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一百四十亿年时间的演变 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 这里面没有鬼神创造世界 千万大家不要说 这个世界是鬼创造 这个世界是神创造 这个世界是先佛创造的 No 你在搞迷信 所以是混沌中 生出 这个五级 五级生气 生出太级 道生一 一生二 二就是阴阳 原本是静明法界 什么都没有 里面静即 就动 这个阴生阳 动即了又静 阴阳里面又有话阴 阴阳波击 生成三 一生二 二生三 三是什么 一个阴一个阳 阳为父 阴为母 这种的阴阳父母 碰撞的时候 生成我们的灵 就是光点 这个今天大家知道 一个阳电子和一个阴电子 碰撞会生成一个电火化 那就是我们的 万物的灵光 就是这么生成的 那是我们的第一世 所有万物的第一世 都是这么生成的 就是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也 在这里面完全没有 什么先佛创造世界 神明创造世界 老师不对啊 有说上帝创造世界的 有说大人如来 毗卢浙大佛创造世界的 有说这个 太上老君创造世界的 对 这是泥 泥人化 泥是比例 形容 用一个人 因为你现在是人 那么说谁来创造 你不太能够搞清楚 所以这个时候 用一个人的比例 形容 来形容这个世界 是怎么创造的 那就是在宇宙里面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第一个生命的诞生 在 我们的道教称之为太上 又叫老子 老子是什么 老子就是第一个子嘛 他是最老的子嘛 我们是小子 你小子你浑畅 你不听老子的 对不对 人家是老子 老子是天地间第一个子 我们是小子 所以大家要从智来 比例 有一个老子 老子创造了这个宇宙 老子创造了这个世界 从无中生成了有 佛家称之为如来 叫大日如来 大日如来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我是举例子说 这个如来呢 它像天上的大太阳 但是那个太阳呢 比这个人间 现在看到这个太阳呢 大十万亿倍 的光明 无量不可比拟 所以是叫大日如来 创造了宇宙 那么西方 命名为上帝 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 以及宇宙中的万物 上帝是 翻译成中文的 英语叫自告 西伯来语也不叫自告 那么它的本意是什么 不是一个人 创造了这个世界 是比拟 像一个父亲 有了父才能生孩子一样 他是大父 他是天父 这是宇宙中第一个 诞生出来的生命体 由它 这个里面在分阴阳 化成阴阳 所以是 上帝创造女人的时候 是从男人的身上 抽了一条肋骨 化成一个女人 这是一个生命体 原本它是阴阳同诛的 从里面把阴分出来 就由女人诞生了 这些大家听起来像神话 但是实际上是真话 真话告诉我们 这个宇宙 没有一个神创造一个宇宙 宇宙是 道法自然 宇宙中 从真空里面生出能量 能量 真空能量 生出一个灵明的一个明点 那个就叫太上 那个就叫大事如来 那个就叫上帝 它自体 在分一个阴阳 一生二 就是真空能量 告诉我们 这个一 它分成两个 分成两个以后 就有阴什么 有阳 阴阳 它这个 在一个范围内 又碰创 刚才说 一个阴电子 一个阳电子 大家比较好理解 一碰创 生成了 新的 灵的 灵光体 新的灵光体 这就生出了三 那么 三不是生出一个三来 是万物 都是这样的 万物的灵 都是 有阴 有阳 有父 有母 这样生出来的 阴阳 就是父母 最早的 阴阳 就是父母 那么 后来 才有 有形的父母 有 动物界的 雌雄 人间的 男女 这个 化生世界的 阴阳 为父母 所以是 宇宙 是这么诞生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不要搞迷信 所以有一个神 创造了这个世界 我属于这个神的 我归属于这个神的 我们的灵是怎么生成的 我们的灵也是 是道法自然 燃烧 能量 今天科学家讲 量子 量子 纠缠体 我们人体 生命体 是个量子 纠缠体 是一堆能量 聚合体 这个能量 这个释放完了以后 你就 没有生命了 你的灵 就离开这个 躯壳了 这个躯壳里面 已经完全没有能量了 没有量子纠缠了 那你这个躯壳 就成为一个死尸了 因为没有量子 再纠缠了 它不能生成 新的量子了 这是大家要知道 对我们的生命 要有个全新的认知 你只有认知了 生命的时下 你才能懂得 神明的时下 否则你就是 在搞迷信的 这种神明崇拜 这种迷信的神明崇拜 对人类 原本是如来 原本是佛 进行了否定 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神明 我是你的主人 你要依附于我 你离开我不行的 这就是血魔外道 所以今天全世界 七十二亿人里面 在信仰神明 这样的一个族群中 实际上99%都在搞迷信 迷信鬼神 迷信仙佛 迷信圣贤 乃至于迷信仰人 搞个人 搞个人崇拜 由人建立的组织 又搞组织崇拜 这是 封建残余 我们的这个 生命的实相 被古圣先贤 发现了之后 在经历了 奴隶制时代 被他们摧残 拿来愚昧百姓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 夏商周时期 夏朝和商朝 最后以活人祭祀 活生生的人杀来祭祀 活生生的人 能到河里 给何伯取妻 给何神 当新娘子 淹死他 这种搞迷信 这是农历制时代 后来一帮 思想家 觉得这个不对 丢失了以人为本 所以老子 孔子 释迦牟尼 耶稣基督 穆罕默德 这样的圣贤 出示 纠正大家这种 错误的理念 众商平等 人人平等 人不可能 作为别人的奴隶 人是自己的主人 所以在 那个时期提到了一个 名贵君卿私下 就是 这个国王是干什么的 国王是给老百姓服务的 叫服务性征服 你不是我们的主人 所以 人类得以进步 由奴隶制时代 进入了封建制时代 封建制时代 承认人人平等 人人都有 自耕天 所以 用分封制 来分封土地 承认人是 自己的主人 君 国王 要为老百姓服务 至于人类进步 但是随着人类 封建历史的演变 一代一代的帝王的 私心的加重 最后 把所有的黎明百姓 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所谓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普天之下 莫非陈眠 你都是老子的陈眠 你都是我的陈眠 我要你死 你就得死 我让你活 你才能活 你家的土地 是我皇家的土地 是我皇帝恩赐给你的 我要拿回来 分分秒秒的 所以是封建时代 进一步 利用圣贤的 发现的这些 极珍贵的 宇宙实现生命实相 来进行对自己 来化妆 皇帝穿黄袍 老百姓不可以穿黄袍 然后不允许用黄颜色的 因为这是皇家专用 这叫专制 压抑人们的思想 统治人们 所以是 不但他要统治 他还要你信各种神明 你不仅是我皇帝的 你还是各种神明的努力 你们要好好供奉神明 听神明的 这样老百姓就 没有时间去思考 我到底是谁 所以关于我 原本是佛 我跟皇帝是同一个种性 这种思想 不允许传播 然后鬼神 大家就盲目崇拜鬼神 然后我是鬼神的奴隶 我是某某神明的奴隶 我必须去听他的 他是我的主人 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 还看到这样了 很多的这个跳筒的 很多的这个以下降头 这个供奉神明这种方式 他们所供奉的神明 成为家主 就是不单是我的主人 他还是我家里所有人的主人 他让我死 我得死 他让我活得活 他让我把老婆送给他 我得把老婆送给他 他让我把孩子送给他 我得把孩子送给他 因为我都是他的 那这不就跟奴隶似的 这比封建时代还严重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们人类是去看 我们为什么到今天 还没有醒过来 是因为我们对宇宙实现 对圣贤教育没有真正认知 圣贤教育是告诉你 你是最尊贵的 最尊贵的天 你是最尊贵的上帝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最尊贵你是如来 你最尊贵你是道 这是什么 这是真正的圣贤教育 这近三百年来 西方进入了资本时代 所以资本又做成了 大家的主人 大家为钱去追求 不追求一个人 为自己的主子了 把金钱做成自己的主人 你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你为了金钱 什么都不顾 你为了物质的享受 什么都不顾 生命不要了 健康不要了 廉耻不要了 道德不要了 所以我们在看到资本时代 人类进一步地 找到了一个迷信的对象 这个对象叫马尼 要得到更多的金钱 和物质的享受 你要依赖于科学 这种科学的手段 可以让你有更多的金钱 有更多的物质的享受 谁掌握了科技 谁就掌握了资本 所以搞成科技迷信 现在人类疯狂地去搞 科技迷信 科技重白 最近大家知道 天上有一朵云 长得很像一匹马 一阵风吹来了 这匹马没有了 叫马云 一个原来有良心的一个人 后来从掌握了科技 报复之后 变成了大资本家 然后为了掠夺青年人的财富 掠夺贪婪者的财富 疯狂放贷 然后你不用任何的手段 你就可以在我这儿获得 三十万的现金的使用权 让那些没有自控力的年轻人 和疯狂地追求财富的人 去大量地欠债 借贷 就是被天收了 你做的不仁不义的事情 天要收你 张狂到要把天捅个窟窿出来的人 天怎么不收你了 所以是天上有道云彩 长得特别像张卜生 有一天风吹来了 张卜生也不见了 你们把张卜生换成你自己 人生到老一场空啊 你就是天上飘了一朵云 无非长得像你 量子纠缠嘛 一个磁铁块 纠缠了一堆磁 有磁场 纠缠了一堆东西 组合成你这么一个相貌而已嘛 有一天 风来了 刚风来了 把你的量子纠缠吹走了 把你的灵吹走了 把你的光薅掉了 你就是一个死尸啊 你也不见了 有什么可笑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要研究神明 你一定要研究宇宙真实像 释迦牟尼一辈子教学 就教了两件事 一个是宇宙真实像 一个是生命真实像 宇宙真实像是 没有宇宙 法界是一个空 明的明体 里面什么都没有 一片净 干干净净的透明 这就是宇宙真实像 然后 动声阳 静声阴 阴阳波及 所以大家看到 藏人佛教 都是双运身 金刚撒头是双运身 这个普贤王如来 是双运身 莲花生大师 是双运身 大家现代人 以人的邪恶的 一念 来看到这个东西 觉得 哎哟 怎么搞这个 邪魔外道 实际上 它正代表了一个 一阴一阳为之道 宇宙的所有的生成 离不开父母 离不开阴阳 化生界离不开阴阳 懒生 胎生 这个世界 离不开父母 离不开雌雄 也是阴阳 所以大家要懂得 宇宙真实相的诞生 无非是阴阳的化变 那么万法因原生还从 因缘灭 没有永恒 永恒的只有一个空明的 灵明法阶体 这是释迦牟尼 告诉我们的真实相 其他的都是幻 虚幻的幻 假幻的幻 做梦的梦幻 如梦幻泡影 但生命的实相呢 生命的实相的本体 也是空和明的 禁虚空变法界 这样一个大明体 大禁虚空变法界 小它是一个 精英透亮的点 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的 这么一个灵明绝点 这是生命的实相 没有生命 没有永恒的生命 生命体的诞生 人体的诞生 动物体的诞生 恶鬼道体的诞生 无非是量子纠缠 一堆能量 被纠缠在 一个明点的周围 怎么出来的 因果不虚 因果 种下了这样的因 开花结果了 长成这样的身体 这是生命真实相 生命真实相告诉我们 生命本体是空的 是没有的 是虚幻的 是不真实的 没有 固体不变的身体 你现在的身体 无非是一堆量子 在纠缠着 以你自己的心意 为远见 在纠缠着 人的心意 纠缠成一个人的躯壳 狗的心意 纠缠出一个狗的躯壳 植物的心意 纠缠出一个植物的躯壳 树是树的躯壳 是树的心意在纠缠 花草是花草的心意在纠缠 无非是量子 颗粒的一堆纠缠 纠缠完了以后 因果结束的时候 黄归于空 风吹来 没有了 如梦幻泡影 这就是我们的圣贤 无论是老子 无论是佛陀 无论是耶稣基督 还是圣孟玛利亚 还是 穆罕默德 告诉我们生命的真实下 引导着我们去找到 自己的真主 自己的真主 就是灵明法界的 发身如来 自己的真主 就是那个永生的 不是幻变的 一会儿是狗的身体 不是你 一会儿是人的身体 不是你 你是那个永恒不变的明点 不死的精神 那叫发身如来 所以说我们在东西方文化对比研究 东西方宗教对比研究的时候 发现的实相 是这样的实相 这是所有圣贤告诉我们的实相 那么一又化成五 大致如来化成五方佛 那么太上老子化成五方帝君 五方东西南北中 代表着金墨水火土 佛家代表着地水火封空 这是什么 这是变化中的物质 法界静明物质 静明的金墨水火土 是透明无燃的 红的是火 火 红的透明 那叫真火 五方五地 五方佛 都代表着五彩光 五彩光是静明的 透明的 这就是五方佛光 五地之光 五行之光 五方之光 也是五大 由这个 再继续化成宇宙万物 化成山河大地 化成山河大地上的水 天上的白云 林中的小鸟 人间 百态的人 都是化生出来的 老子说 道生之 得去之 物行之 弃成之 所以我们真正的圣贤教育里面 没有迷信的东西 没有说 大家是神创造的 大家是一个什么鬼 给你创造出来的 就是你的心意下功夫 心意做了种子 有什么样的心意 开什么的花 结什么样的果 所以这就是我们传统圣贤给我们传递的宇宙观 世界观 价值观 朴素的大维启物主义世界观 为什么叫大维物主义 它含了四大类物质 物质 反物质 暗物质 反暗物质 不是今天大家看到的4%的物质 那么刚才我们的话题 人体是不是一个有4%的物质和96%组成的一个生命体呢 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你的血 你的肉 你的骨 你的细胞 你的DNA 这些都是科学可测的部分 这占4% 那么还有96%的是什么 是你体内的气 体内的经络 气不可测 这里说的不是呼吸气 是推动你的血液运行的营气 保卫你身体不被细菌侵犯的胃气 使你能够化无骨的骨气 使你能够这个声音洪亮的宗气 因为宗骨四大气 都在经络中运行 科学不可测 否定 2013年距今年已经7年过去了 人类还是老顽骨 顽骨不化的人类 科学已经告诉你有96%的 96%这样大比例的存在 你没有往自己的生命上去想 因为你的两个眼睛 就是一个铜钱孔 你现在崇拜了一个造物主 叫玛尼 因为只要有钱 我就有美好的世界 我有钱 我就有美好的生活 所以你是一个新的一个败物主 新的一个迷信 迷信玛尼 因为科技能给你带来 玛尼 所以你又去迷信科技 完全丢失了自己 本来是谁 这样的教育 这样的一个追求 完全丢失了物质之外的 暗物质 反物质 反暗物质的 研究和利用 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这叫愚昧的人类 畜生 怎么成为畜生的 是因为愚昧 而堕落成畜生 他的心意 只追求吃喝玩乐 不干活 所以要被人养着 那就变成畜生了 变成禽兽了 人类你追求物质 追求吃喝玩乐 愚昧到极点 你跟畜生 有什么不同 你告诉我 你此一个人生 是不是跟畜生的人生 是一样的人生 畜生 人家还不用干活 有饭吃 你还非得干活 才有钱赚 你还不入个畜生 你如果只是堕落到 这个水平的话 你真的还不入一个畜生 你想一想 那你干脆死了 再转世做畜生 得了 你牛羊都被人养吧 因为要吃你的肉 要剥你的皮 要喝你的血 你也无非是懒塌塌地 要享受吗 死了以后 活着享受就算了 死了拿肉还啊 愚昧的人类 堕落的人类 追求吃喝玩乐的人生 极度穷奢极欲的 贪婪腐败的人生 那这根畜生 真的没什么良雅 你很可惜 披着人皮的狼 你人是一个人皮 人生长了一个人的样子 但是是一头狼 一头猪 一头牛 蠢得很 丢失了人生 真实的目的 所以说我们要重视 我们的人体是一个 百分之九十六 加百分四的 一个大圆满的存在 圣贤教育 给了我们超越 科学的手段和技术 去发现这 百分之九十六 世界的真相 你既能发现之 你就能利用之 这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 精气神 量子态的世界的秘密 今天西方科学 利用百分之四的科学 完全不能解读 什么是精华物 什么是精微物质 什么是五脏精华 没办法解释 对精这个系统 没办法解释 只能解释精子 男人体内的精子 这是物质 对什么是五脏精 不能解释 对什么是真气 元气 因为宗武器 不能解释 对什么是神 更不能解释 精气神系统 是人体的核心系统 我们经常说 这个人精神不好 精神不价 浑浑沉沉 人活的是不是 就是精气神啊 人活的是不是 就是精神啊 大家看到 这个板桥医院里 那些人 也活得好好的 他为什么住板桥医院呢 精神不正常 对不对 人体是缺了什么 维生素啊 还是缺了什么 吃喝拉撒的营养 不缺 还是缺了钱 不缺啊 那么你们的精神 有没有问题啊 你余命到自己 只追求吃喝玩乐 你精神很有问题啊 你忽略了 你跟板桥医院里面 那些人没什么两样 他们有些比你还强啊 至少他不追求着吃喝拉撒啊 有的是忘了吃 有的是忘了睡吧 人家多潇洒 你还天天会睡不着去吃药啊 说这个世界是个颠倒的 你们自己要决心 所以我们体内有没神明气同啊 有啊 这个精气神 神是什么呀 什么是神呢 你怎么不去研究啊 神就是一个人 外在的表现 眼神好 然后神采飞样吗 就是这样简单吗 那是什么支撑他眼神好 什么支撑他神采飞样啊 那不是有神在吗 所以你们迷信 三百年的科学是 要让舞台出来的时候了 让给圣贤的教育 使用比现代科学 更超高级的手段和方法 去研究那个百分之九十六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七八年来一致的教学方向 让大家放弃科学方法 使用圣贤教育的更高级的技术和手段 去开发 首先是认知体内的精气神系统 然后是开发里面的潜能 为我们所用 你们要求富贵 你们要求健康 你百分之九十六的系统不健康 你百分九十六的系统是贫乏的 你能够富贵到哪 你即便富贵了也是一朝崩盘的 阿里巴巴现在的股价 几天之内几千亿不见了 你以为你有财富吗 也会崩盘的 也会消失的 近期很多大公司倒闭 很多大公司 一个月欠几千亿的外债美金 原来都了不得 高薪水 一个月赚几百亿美金 几十亿美金 现在是亏损几千亿几百亿 感恩这次疫情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看到了人生的一个发展方向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为精神活着 为精气神活着 为神活着 为什么 我们追求的是灵魂的解脱 是灵魂的永生 不是追求着这个物质世界的富贵 精神的富贵 必然带来显态世界的富贵 因为你百分之九十六都富贵了 剩下百分之四 你怎么可能贫乏呢 所以大家真正要拜神明 要懂得 拜到真神 首先是自己内在的真神 只有内在的真神 才能跟外在的真神打交道 我以前讲过了 猪只能跟猪说话 猪说话 基督听不懂 人高级吧 人比猪高级吧 你也听不懂猪在说什么话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人类 要追求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是神跟神打交道 你要做神明者 明是什么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你自己的内神明起来了 你才能够跟外在的神明相沟通 内神明白了 外神相沟通 内外神都明明白白的 这叫神明 神明世界乃是让你自己明白起来 不是让你去找一个外在的神明 外在的神明拥护于我 为什么拥护于我 全息科学告诉我们 我们内神明有什么 外在神明就有什么 内成外就 你里面的内神都成佛了 外面的外神也跟你同贫共振的 也成佛 这叫纠缠 这就叫度如母友情 这些众生 外在的神明体 它跟你的关系 无非是如母众生 所以大家要改变自己的认知 认知我们所处的世界 是一个显态的物质世界 和隐态的 无形的 科技不可测的 一个隐态的世界 你只有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宇宙观 生命观 你才会败到真的神明 你才会得到真的神明的拥护和加持力 此生才能 获得最大的成就 在健康 可以延受 可以增受 在财富 可以 无限量地拥有财富 为什么 你真正正到自己是如来藏的时候 这个如来藏里面 宇宙都是如来藏生成的呀 你是如来藏了 那你还会缺乏什么东西 我之前讲课提到 我们人类对财富健康 物质的拥有 是一种无厌祖 无厌祖就是 没有满足的时候 实际上是正彰显了我们灵性的追求 因为我们自己的本灵 自己的如来藏 本来是拥有无量的财富的 所以你精神赚了几千亿 是不是就满足不了 因为我们曾经拥有的比这几千亿还多 你拥有十套住宅 你还要拥有一百套 这没错 因为整个宇宙的所有的世界 山川大地 都是你家的 你拥有的比这十到一百套多了去了 所以你怎么能够知足呢 除非你再得到无量就知足了 所以大家回归自己是如来藏 回归自己是道 这个水平 自己是上帝之子的时候 这个上帝把所有的荣耀都给你 上帝把所有他拥有的东西 都给自己的爱子 你没听经中是这样说的吗 那你就会拥有无量 那个就满足了 所以只有你证得自己是如来 自己是佛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得到满足 否则你就会无厌足 追求不到 得不到那个无量 你就不会满足 这正是你的灵 在苏醒的时候 不要懒塌塌的 这个不要 那个不要 貌似你超越 实际上庞当 人家拿一千万砸你 马上眼睛就 就什么都交强了 假的 虚的 因为你确实 真实地拥有过无量的财富 是你的本有 本有洒脱 所以是我们对引态世界 要重新进行认识 认识引态世界 必须懂得有引态世界的规律 你要使用超越现代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和技术 你才能够真正地去和引态世界里面的众生打交道 和引态世界里面的能量打交道 你才能利用暗物质世界的能量 那你才能够大圆满 否则你只会利用4%的能量 4%的物质 你不能利用96%的暗能量 暗物质 这是很愚昧的人类 所以大家在认识上要摆脱这个误区 走出误区 脱离这个现代科学的舒服 这个枷锁 这个绳索 使用比科学更高级的技术和方法和手段 去真实进入引态世界 获取引态世界的能量 和引态世界神明的支持 我们为什么人类会走到今天 这样的一个极弹错误的一个结果呢 是因为我们思维方法错了 人类最早的思维方法 是不受主观意识 所舒服的 而尊重 所见到的时下 所感知的时下 那就是客观真知 主观意识 有八个部分组成 有眼耳鼻食身 第六意识 那么有第七意识 有第八意识 第八意识是你所有 累世生命的记忆库 叫潜意识 潜水的潜 是潜意识 输出潜意识层的这个层面的东西 第七意识是深度意识 第六意识是前端意识 你一启动大脑就是第六意识在左右 第六意识支配前五十 眼耳鼻鼻舜身意 这就是人类看见钱就想获得 看见美女就想获得 看见什么就想归为己有 这就是什么 这是第六意识 前端意识的贪婪 它像个猪八戒一样 又要好吃的 又要回高老庄娶媳妇 这就是使色性也 要色的占有 要什么 情的拥有 要吃好吃的 这是什么 第六意识的惯性意识 失去了这个妙观察制 而变成的贪婪 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 我们现代教育 助长了这种思维 这种第六意识的贪婪 你看看你们所学的知识 都是教给你们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 更加的贪婪 你们立定的人生目标 我今年赚一百万 明年要赚到一千万 后年要赚到一个亿 你们设定的目标 是一个贪婪的目标 都是根据马内 做计量标准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思维方式做了 那么在古代圣贤教育中 给我们的思维方式 是放弃主观意识 顺从客观意志 客观就是什么 真实存在 不是你的主观想象 你要follow 你要横顺众生 横顺真实想 所以放弃主观意识 使用我们的真知真见 真知真见就不是主观 所能决定的 所能决定的 而是我们第九意识 阿玛罗是 照见的实相 所以圣贤和实素教育的不同 在于圣贤 极力于让你放弃主观意识 使用第九 真正的真实 产生真知真见 然后横顺事实真相 冬天来的 你一定要穿绵衣 横顺 而不是说 我的功夫很高 然后感冒了 我那天在北京 有个人 大学教授 冬天里没穿绵衣出来 我说是 你这咋回事 我们都穿着这个亚用服 他穿了一个单身的 里面一个衬衣 他说 有个师父告诉我 你想着不冷 他就是不冷 我真是这样的 我说老兄你不行 你要这个是自己 自己主观意识的暗示 对吧 我觉得不冷 我就真的不冷 第二天见他 鼻涕眼泪 穿上大便宜 动了一天 终于感冒了 我说你不是想着不冷就不冷吗 他说哎哟不行 我的功夫不行 还没到家 定力不行 他哪是定力不行 你简直是精神病吧 是不是你精神病啊 你太主观意志了 横顺嘛 冬天穿绵衣 夏天要穿短袖身 这是不是 不是主观意识啊 这是横顺的真知真见呢 那么我们宇宙中 有4%的物质的真知真见 还有96%的真知真见 你主观意识认为它不存在 所以是不去follow它 不去研究它 不去用心灵感知它 你是不是也否定了一个事实的真相啊 事实是有96%的暗物质世界 暗能量空间存在啊 这样的空间里面当然就有暗物质和暗物质体啊 人就是一个生命体啊 人就是一堆量子纠缠体啊 那暗物质也是量子啊 也有量子纠缠体啊 这就是神明体啊 这有什么不对的 有形世界有量子纠缠 无形世界它也有量子纠缠啊 这种纠缠来的物质体 你看不见一气不可测 因为它纠缠的都是暗物质量子体啊 现在明白了吗 哦 这个隐态世界里面的形体不是物质组合体 是暗物质组合体 一气不可测 不可见 这就是神明世界 这就是神明世界 所以说我们今天 要遵从古圣先贤的教育 记止自己的第八意识 前八识 启动第九意识的真心影照 在记止的基础上 启动了第九意识以后 你就有记照的功能 就叫圣观 就有圣观力 圣观力在佛法里面叫皮婆舍那 然后你有了皮婆舍那的这个功夫 在正式摸他 第九真心的记止中 你就可以看到 百分之九十六的 隐态世界的真相 这就是圣前看到的 老子这样教学 释迦牟尼这样教学 孔子这样教学 耶稣基督这样教学 告诉我们的都是 百分之九十六世界里面的真实相 都是他们用第九意识 真心影现出来的 圣贤不忘愚者 他是真实愚者 不旷愚者 没有对我们欺骗 没有对我们隐瞒 没有对我们欺瞒 所以他们真见了 宇宙的真实相 真见了生命的真实相 所以他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有六道组合 六种生命形态和我们共生 一种是天的生命形态 一种是畜生的形态 地狱的 恶鬼的 阿修罗的 人的 这就是我们经历的六道空间 六道空间以立体 高度不同 比方说天这个地方 在六余天里面 到了第二重天是地居天 以地球而安居而立 到了这个地居天网上 就是空居天 夜魔天 夜魔天网上就是都帅陀天 都是空居 空居是什么 在虚空间 随处结祥云 纠缠的暗物质 暗能量 组合的暗物质世界 我们的地球是纠缠的 无云 沉重的五行 形成的有形有相的物质世界 物质世界里面 有各种的生命体 那么在暗物质世界里面 纠缠的世界 六道众生 很多是纠缠的是暗物质体 暗物质能量 所以解成的是暗物质生命体 这就是天 阿修罗 人 地狱 畜生 恶鬼 众生 所处的不同世界 里面有众生像 那么在这个 观到了这样的实相以后 圣观的第二个层次 叫三毛泊体 第一个是圣观 影线 第二个是三毛泊体 三毛泊体是对 六道众生的改造 叫心造万法 所以这个叫三毛泊体 具备了三毛泊体的功夫 那你就会启动如来性的 所以超越了第九意识 在第十意识层次上 心造万法 在不动心中 启动更高级的技术和手段和方法 对这个客观世界进行改造 大家知道 我经常给人进行一些调理 无非是一瓶矿泉水 这样的一瓶矿泉水 给人家喝 喝了马上就见显著的疗效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这里面 有比原来多了很多东西 所以那个东西是空性的 所以再多这个瓶子还是可以装得下的 这就是三毛泊体 心造万法 转 这个时候 你在正舍玛塔里面转捏 就变化了 这就是心造万法 所以这样你对世界就可以改造 并且可以创立自己的净土世界 阿弥陀佛就是用这样的念力 创造了自己的极乐世界 要是佛也是用这样的念力 创造的要是净土 诸佛菩萨的世界 都是在第十一世的这个创造中 使自己的世界建立了 无中生有了 并且这样建立的世界 是一个净明世界 大家看起来都是个人 刚才老师讲了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人类在退化 在堕落 那么我们看看古人对人类是怎么分类的 你们自己对照自己 你们是属于哪一类人 这里面呢 总共按皇帝内经的说法 皇帝 大家知道炎皇子孙的这个皇帝啊 距今五千年 他有一本著名的经典 叫皇帝内经 在皇帝内经里面 被人分成了如下五大类 这就是真人 智人 圣人 贤人 俗人 又叫俗人 什么是真人 真人 皇帝曰 欲问上国有真人者提彻天地 把握阴阳 呼吸惊奇 独立守神 肌肉若意 故能寿必天地 无有忠实 此其道生 无有忠实 和道 融合成一体 获得永生 此其道生 所以是 真人 真人是不是我们拜的神明 大家来看 因为他是永生的生命体 所以这种真人 叫 在我们 这个 佛学体系里面 他叫什么呢 叫佛陀 这个得到的果位 就像 这个研究生毕业 这个博士生毕业 博士后毕业 你有不同的 这个果位 得到文凭 那么 真人这种文凭 你要有什么本领 提彻天地 天在上面 地在下面 你要把天拉下来 把地什么 升上去 这就是什么 老师经常教给你们的什么 我是一金针 交付于师尊 天气下降 地气 升升 你自己还没那个本事 所以把自己交给师尊 让师尊去帮你 内天地 提彻天地 把天气拉下来 把地气 升上去 然后在体内 劈啦啪啦放光 这个天属羊 地属羊 阴阳放光 所以你的生命体 很快地就变成一个 静明体 然后 这种真人 提彻天地 把握阴阳 自己可以创造阴阳 然后呼吸经济 独立守身 受壁天地 壁是超过的意思 无有中事 就是永生 此起到生 所以这是神明的一类 这是神明的一类 这是通过人的修行成道的神明 那么在佛的对应层次 佛法对应层次 它叫什么 叫佛陀 第二类智人 中古之时 有智人者 纯德全道 何与阴阳 调于次时 去世离宿 这一句很重要 所以你作为一个修行人 能不能够远离时速的享受 享受寂寂寞 享受孤独 喜欢独自一个人 独处 还是喜欢热闹 这个很重要 一个修行人 要达到菩萨的果位 他必须有去世离俗的 这种动力 然后几经全神 经弃神 几经化弃 化弃全神 然后游行天地之眼 什么意思 他能够脱离地 到天上去 游行天地之眼 视听八达之外 八达是八方 前后左右 东西南北 然后东北西南 西北东南 总共八方 八达之外 就是已经破了 破了这个书符 已经和虚空等量了 此概义起寿命而强者 亦归于真人 他最后也是要归真 这是什么 这是菩萨 已经达到菩萨果位的 这是不是神明 Yes 他已经不是我们人可以理解的 这是叫菩萨 已经德国的人叫菩萨 中国叫智人 圣人 其次有圣人者 处天地之河 他随时能够 天地 中间的那个河 他处在那个河里面 没有不河 从八风之地 使事欲以实俗之间 无 溃衬之心 没有贪婪 没有称恨 行不欲 离欲事 他在事件 被服装 局 不欲 关于素 外 不劳行于事 内无思想之坏 以舔欲为物 以自得为功 形体不弊 精神不散 亦可以百数 这种人叫圣人 他形体不弊 精神不散 这是什么人呢 这是阿罗汉 这是皮之佛 所以很多阿罗汉 皮之佛 没有离开人世间 在我们很多的山林间 中国的很多大山 还有世界各国的大山 阿尔卑茨山 金马伦 等等的 这些所有的山川 谷地里面 很多成圣的师父 安居在那个地方 也在这个石塑 有时来石塑间 度化人 所以是 这是什么 这是圣人 这是圣人 然后 闲人 其次有闲人者 法则天地 闲人 他遵从天地的守则 刚才是冬天穿苗袄 夏天穿短袖衫 法则天地 相思日月 白天就做白天的事 晚上就做晚上的事 相思日月 遍裂星辰 逆从阴阳 分别四师 将从上古 合同于道 一可 使异寿 而游即时 这是什么 这是 闲人 是修道位上的 前面是 成道位 这是修道位上的 修行者 剩下一种是什么 剩下 跟我们很长得一样 这个相貌很像 叫凡夫四足 凡夫四足 凡夫四足干什么 娶老婆 生孩子 然后过日子 吃喝玩乐 然后生老病死 听天由命 这就是我们大众 大家看一看 可怕不可怕 五千年的退化演变 我们人类居然演变到了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类 都变成了凡夫素子 生命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作为一个生命者 你生命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蚂蚁为什么那么辛苦的 它还活着 水里的鱼为什么那么辛苦的 它还活着 只有一个目的 进化 进化 往更高层次的生命体去演化 这些所有的低级生命体的领袖 都是诸佛菩萨化现的 它们变成鱼 它们变成孔雀 变成猴子 变成鹿 去引导的是鹿的祖群 对生命的不懈的追求的进化 引导鱼的祖群 对生命的进化 引导着群兽 畜生的族群 生命的进化 恶鬼道的众生 脱离恶鬼道 这是恶鬼道的大鬼王 也是大菩萨化现 就在那讲经说法 告诉这些恶鬼道的众生 我们未回 为什么 我跟你们一样 我们为什么会堕落恶鬼 地藏菩萨在 他跟这些地狱众生 讲经说法的事 我想他不是视线的地藏菩萨形象 他是视线的那些 跟你一起躺在隔壁床上 受火烧的人 你躺在这儿受火烧 我躺在这儿受火烧 我也是个地狱众生 我是地藏菩萨 你是众生 咱俩都被烧得哇哇叫的时候 告诉你 忏悔不 我们应该忏悔 你看我们受这样的大痛苦 实际上是大 他是大菩萨化现 然后趁你痛苦的时候 让你忏悔 你在哎呀妈的疼的过程中 哎呀我真心忏悔 好一念忏悔 他是地藏菩萨 你在地藏菩萨事前 之前真心忏悔 啪 出了苦害了 渡破了 出地狱了 所以生命 生命 生命体是干什么来的 蚂蚁是为了去找那点面包渣 找那点残羹剩饭吗 不是 他是为了借这个养形体 养生命 养整个蚂蚁族群 然后寻求一种灵魂的升华 人类为什么要活着 你还是为了享受吗 不是 我们人类是在圣者的引领下 追求整个族群的 整体生命的进化和升华 从这个六道中 你现在是宝贵的人生 你可以听经 你可以修炼 你去升华自己的生命 不再在这做人了 那么我们眼见着 现在人类的教育呢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 被教育去堕落 去变成畜生 变成禽兽 残酷的残害同类 蒙昧同类 让大家去贪婪 对物质享受的极大的追求 这是什么 一种邪恶有毒的教育 这种教育要终止的 所以我们讲神明文化 是对大家一个觉醒 是时候觉醒的 疫情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契机 我们要站出来讲话 让大家知道神明 不是你原认为的神明 神明无非是在 生命进化中的一种生命体 它的进化 它的升华 它的出六道 它需要功德 功德圆满使成佛 它没有人的形体 它要介入人类 七十二亿人类的 这么大的一个巨型的族群 来完成己功累得 而使自己功德圆满 能够出六道轮回 这是所有神明体的追求 所以大家要知道 神明远远多过人类 但是它没有人的身体 它需要我们修道者 我们人类去帮助他们 己功累得 帮助同类 获得功德 帮助比人类更弱小的 蚂蚁族群 蟑螂族群 大象族群 鱼族群 所有的六道众生族群 依赖于人 天界众生 没有人的躯壳 在天界很难积累功德 也要在人间积累功德 所以这就是神明 愿意帮助人 愿意和人同平共振 来完成自己的功德力 而是自己的生命 得以进化的真实的原因 所以孔雀冥王经中告诉我们 天龙八部 拥护与我 拥是拥戴 护是护齿 保护 拥戴是你要做功德 他高兴得了不得跟你一起做 所以大家不要去迷信鬼神 把个神明高得比你还高 不是 你有一个难得的 狭满的人生 这是所有神明世界 最迫切 急需得到的一个身体 可惜他们福报不够 没有这样的形体 你有这样的形体 你在人间行善 他愿意护持你 你在人间奇功累的 他愿意跟你一起干 你在人间修学 无上佛道 他愿意跟你一起修 他做你的拥护众 他做你的大护法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大家不要再做凡夫俗子了 很丢人的 真的很丢人的 你这一辈子吃喝玩乐而来 为吃喝玩乐而追求 很丢人的 很可惜的 很浪费的 这就是我们对人生观的改造 前面是对宇宙观的建立 这是对人生观的建立 什么是有价值 价值观 价值观要认知人为什么要活着 我们圣者 莲花生大师有一本秘藏 叫中阴解脱 中阴救赎 这一个经典 在这个经典中 莲师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生命体 有这么几个中有的阶段 什么叫中有的阶段 所有的正修行中 都是从一个点上开始的 这个点是什么 就告诉你 原本你的本来面目 是如来 如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 如来的时候 你是一个清静中有身 也就是你一个透明的 无障碍的 空明的一个身体 这个叫清静中有身 那么六道众生 大部分时间是什么中有身呢 叫不清静中有身 那么还有一种 是静不静中有身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这个清静中有身 是什么中有身呢 一切的本质是空性 清静无染的 也就是说 你看自己的本质 看自己的本来面目 本质就是本来面目 我是清静无染的 那么我在看众生 也都是清静无染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 大修行人不见世间过 为什么不见世间过 因为他看到的都是 清静无染的本质 看到众生的本质 都是清静无染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一切的本质是空性 空性 清静无染的 由清静无染的法性 展现出来的 是圆满的抱身 其化身 这属于清静的中有 中有是中间段的拥有 就是从一个开始到结束 中间有个中间段 那么一切众生 对于空性 清静无染的法性 本质迷惑了 就像六道众生 他不修炼 他误以为自己是被染污的 丢失了自己 清静无染的本质 本性 那么这就展现出一种 迷惑的状态 迷惑的景象 这就是处在一种 不清静的中有 比方你现在一念觉 你是如来空性明体的 师父也是如来空性明体的 你身边的友伴 同修也是空性明体的 你现在的当下 就是一种清静的中有身 这个时候你就是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圆满报身佛 在圆满报身中 你去拿一杯水给众生喝 你是化身 你的身外有身 出去做更多的事情 那是无量化身 这个时候 清静圆满的报身佛 无量的化身佛就成就了 如果你能 二十四小时 从此以后 永远安置在这个 清静身中 那你就是 已经成就了 圆满报身 可惜的是什么 我们是 自己是 以为自己是人 去贪婪 然后 看别人 无非 有的你对那个人 是贪恋 贪爱 对你的孩子 对你的父母 对你的亲朋好友 是贪爱 看到另外的人 你是称恨 这是什么 这就是离开了你自己的清静身 不说 你还 看到了别人的不清静身 迷惑了 颠倒了 执着了 这个时候 你就是不清静的中有身 就是凡夫身 就是六道身 什么是 静不静中有身呢 已经在修行道上的行者 还没有完全 静除一切无名的迷惑 以及尚未正得极国的果味 不能完全展现出 清静中有的现象 仍然有 够然不静的中有显现 也会有 清静的中有的显现 这个时候是 静不静中有 也就是当你在禅坐 在修炼 修成本尊身的时候 自己是金刚萨头 自己是如来 这个时候 看众生也都是如来 这个当下你是什么 你是清静中有身 为什么用中有身 而不是说人身 中有身就是 此时的量子纠缠身 你在清静的心意作用下 纠缠来的是清静法界 以清静法界的量子组成的身 当然是透明身 这不是指的肉身的清明 是你的灵身的软件 换到清明软件的时候 你纠缠来的就是清明 清静中有身 等着你下了座 不修金刚洒陀了 你看张不生也恨 你看众生也贪爱 看众生也称恨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又是一个不敬中有身 这就是这种修行人 就是一个敬不敬中有身 那么不修行的人 他是不是也有敬不敬中有身 有 睡眠中 或者是突然一念间 前念段 后念 未来 当下一念清静 这个就是清静中有身 都有 众生都是如来 都有如来得下 但是 他不能持久 他就是刹那刹那的 可能一秒钟 可能连一秒都不到的清静 但是我们修行者 你修行给力了 你可以 用有违法 进去无违法 延续自己清静中有身的时间段 使它更长 不修行的人 没有这样的一个主观能动性 所以 它很难达到圆满究竟的清静中有身 我们这样不停地使自己的清静中有身的时间延长 而不清静中有身的时间缩短 因为你一天只是24个小时 所以你慢慢慢慢地 有八个小时的清静中有身 扩展到十个小时 那你不清静的这个中有身 就缩短了两个小时吧 最后有 再扩展到二十小时 你睁着眼睛 做事情的时候 你也是清静空有身 那你就离成佛越来越近了 离成菩萨道越来越近了 所以只有修行者 才有机会最终圆满自己的清静中有身 而不修炼者 永远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清静中有身 你只有修到清静中有身的圆满 你才托六道轮回 那么我们人生有 生处中有 临终中有 法性中有 投胎中有 禅定中有 睡梦中有 生处中有 就是我们从出生到现在 这样的一个身体 是一个堆量子纠缠 你记住 我们修行一定要破除你对身的执着 你的身体无非是一堆量子颗粒的纠缠体 它随时在改变着 所以它叫中有 不是永恒的有 你不要迷恋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随时在变化着的 所以这个叫生时中有 生处中有 临终中有 你生命结束了 你要死了这个期间 叫临终中有 死了之后 还没有投胎的中间 叫法性中有 从法性中有要去完成 四十九天之内 要完成投胎的中间的这个过程 叫投胎中有 这是我们所有的生命都要经历的 生处中有 睡灵中中有 法性中有 投胎中有 那你还有醒着的时候的中有 那么还有当然就有睡眠中有 这就是普通众生都有的 连睡眠中有也有 那么唯有禅令中有 是主动修行者才会有的 食宿的人他没有禅令中有 因为他不打坐不修炼 不持住不念经 所以他就没有一个禅定中有 没有禅定中有 就是凡夫俗子 俗子 有禅定中有 开始向圣人 这个贤人 圣人 智人 真人 也就是说你要成为圣贤 你成为圣贤 你就是神明 你成菩萨了 你成佛了 你不是神明吗 你成阿罗汉了 你不是神明吗 观音菩萨也是这样修炼的 药师佛也是这样修炼的 所有成圣的八仙也是这样修炼的 玉皇大帝也是这样修炼的 这是神明文化对我们人生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修炼 你就是一大凡夫俗子 就跟畜生没什么两样 于是 你不知道自己要有一个禅定中有 通过禅定力的加持 使自己获得清净中有 中有身 远离不清净中有身 这是什么 这是价值观 我们人生怎样才是有价值的 今天你们评定人生的价值是 银行存折的马内有多少 我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这是错误的价值标准 真正的价值标准 是你是否有禅定中有 你就才开始有价值 你是否介入禅定中有 使自己的生命由凡夫俗子的熟人 向贤人 贤人是清净中有更长时间 达到圣人的时候 就完全进入清净中有身了 达到菩萨这个智人这个水平 清净中有身就坚固了 达到这个佛这个层次的 也就是真人这个层次的 他就永恒了 不但坚固 永恒了 永恒不坏 金刚不坏 所以大家知道 这是价值观 人生活出这样 才活出自己的价值 不要再看自己的存值 那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对世界观 宇宙观 人生观 价值观的改造 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每个人都必须刻骨铭心地去改造自己 那么神明 是没有完全达到清净中有身的修道者 大家要定义什么是神明 神明 是还没有达到清净中有身的修道者 处于不同的阶段 所以有天界神明 有地界神明 有人道神明 有这个动物道神明 那么地狱道也有神明 恶鬼道也有神明 阿修罗道也有神明 天道更是神明 都是天神天众了 空来空去的 那就是我们所崇拜的神明 神明有哪些 怎样辨别正神和邪神呢 我们圣贤通过超越现代科学的手段和方法 见到了宇宙真实像和生命真实像 他们真实观到了四圣法界的存在 和六道轮回的存在 那六道是什么道呢 天道 阿修罗道 人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这里面有众生 有神明 那么有一些是大菩萨化现在 恶鬼道 这个地狱道 畜生道 比方说释迦牟尼的本生经中 很多次他就投胎转世在 畜生道里面 也在恶鬼道里待过 也在地狱道待过 更在人道中轮回过 也在仙道 做人辱仙人 人辱仙人就是地仙嘛 也是修道位上的未成道者 那么我们比较了解的呢 就是天龙八破这个神明 这是什么 这是按照佛家经典 孔雀明王经中记载的 有天众 有龙众 有叶叉 有嘎达婆 有阿修罗 有加罗罗 锦大罗 罗侯罗浅 大树神 水神 山神 土地神 城隍神 这些神明 都是在修道位上的修行者 所有的神明都是在修道位上的修行者 四正法界里的神明呢 四正法界里的神明 这是指的 已经成了圣的 成圣的 刚才讲 按照佛家的说法 它分得比较细 有阿罗汉 有辟之佛 有十地菩萨 有这个佛 这样的果位 那么在这个道家里面 叫天尊 大地 这个 大罗金仙 天仙 地仙 神仙 然后 这个 动物仙 物仙 叫动物仙 那么也有什么 土地神 城隍神 大树神 水神 风神 雨神 雷神 那么这个体系 是庞大的 庞大的 那么这属于天界神 地界神 六道神 还有四正法界神明 所以是 你们要拜神明 请问 你们拜得过来吗 拜得过来吗 你拜了这个神明 不拜那个神明 那个神明有气 你只供他不供我 所以你们如果是 用外求法向外拜 你们就天天在得罪神明 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叫张老师是老师 不认我是老师 你小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既然是六道神明 他就都有脾气 他都是修到味上 他没得到清净光明身 清净中有神 他还是清净 不清净神 一会是清净 一会是不清净的 他在不清净的时候 他就有脾气 有贪爱和有称恨 你拜他 他就贪爱你 你不败他 他就称恨你 所以我们看 在南洋地区 特别宠信鬼神的家庭 都不好 为什么不好 你现在知道什么原因了 你就是总是有 有鬼神怨恨你就对了 你供这个神 你不供这个神 你不供我这个神 那天地间到底有多少神 老师跟大家讲 无量种神 大树神有多少种类 大家知道天龙八部里面的龙祖 就有一百多种 一百多个种类 将近两百个种类 一百九十多个种类 这是大家要知道 你要用外求法向外摆 特别是这种 和动物物灵打交道的 你看都是破败的 孤寡老人 浑身摆并重生的 他们都是奉神明 那比自己都重要的 真是虔诚的信徒啊 结果他们得到好了吗 你看那个庙里那些 庙柱那些什么 哪一个得到好了 孤寡 贫 寒 妖 家里的儿女都死光光 这是什么原因 你拜了这个鬼神 你没拜那个鬼神 那个鬼神怨恨你 整你 所以是这种拜鬼神的方法 只能拜来怨恨 拜来破败 拜来不吉祥 很多人怨恨 说我天天给那个神 神明烧香 神明不保佑我 你拜错了 为什么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堂课 怎么来拜神明 因为你拜错了 你是用迷信的方法拜 你拜错了 好比你拜了一个黑社会老大 你拜了一个这个老大 还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老大来整理 这是举例子 因为只要是神明 他都是没成道的 没达到圣果味的 都有脾气 都有怨恨 所以这种实相讲出来 神明界并不高兴 所以是障碍我们 讲之前障碍 讲之中也来障碍 为什么 他不让你们知道这个实相 让你们迷迷登登的 迷迷糊糊的去拜 结果你拜来的是麻烦多 所以大家要知道 怎么辨别正神和邪神 那么实际上就是凭着一个德行 德行是谁的德行 这是神明的德行 我记得我们讲课的时候 的四项线 三轴线四项线里面 给大家已经讲过了 如果是恒顺道德的 遵从道德律的神明 他就是正神 如果是违背道德律 也追求功能的高 法力的高 也追求出六道 他违背道德律的就是邪神 正神邪神 是这么分的 不是说他是动物灵 就都是邪神 不是 很多动物灵 愿意帮助人 是通过人 来挤功雷的 所以这种动物灵 往往是 对这个附体者 或者遥控者 他有要求 就是你不能收红包 你不能收钱 我可以给你功能 让你去治病 让你去帮人解释 但是你不能收钱 你不能收红包 你答应了 他就来帮你 你一旦违背了 他走了 走了以后 这个人就没有正神来帮了 因为这个是有德行的狐狸精 有德行的野鸡精 有德行的什么 这个动物仙灵 他不愿意干缺德事 所以是 他只是为了帮助众生脱离苦难 临时解脱病苦 临时解除苦难 但是这个 往往被附体的这个人 或者被遥控这个人 一旦正神离开以后 他会不会放弃 自己赚钱的门路啊 赚钱的方法 不会 这不会以后 那些不道德的 不讲规矩的神明 就来跟他相应 然后跟他一起作恶 这就是被邪灵遥控 邪灵覆伤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 连邪神都不来理他 因为他老胎隆重 太老朽了 身体又不能跳了 又不能什么 这个时候 他自己体内的阴神作怪 自己装神弄鬼 就是也没有正神 也没有邪神 他没有神来帮的 他自己装神弄鬼 这种人就特别多 这就是大家看到的 现在的乱象 乱象 玩弄神通 让大家迷恋神通 迷信神通 崇拜神通 然后 再从你这儿 消耗你的生命光 消耗你的 这个钱财 显态消耗你的钱财 隐态拿走你的生命光 所以大家要对正邪 这样去看待 就是 遵从 仁义理智信 天地人 讲究尊卑 讲究道德 讲究道法自然 这个追求的 这个 无论他是人神 还是动物仙神 还是树神 还是什么水神等等 那么他都是善的 都是向上 都是帮助人类的 都是帮助众生界的 不要对他们瞧不起 因为众生 皆堪作佛 他都有权力修炼 有权力去成道 有权力和人一起来 行善己功累得 不要去否定 这一类的 这个仙家 说是 为什么我们道门 广大 这个 也供养仙家 那我再处理这个事情 你们这比较少 这个在中国 东北地区 这个中原大地一带 他们都有保家仙 保家仙 那这些保家仙 基本上也不做事 也不出马 出马就是 他要帮助别人处理事 但是他 保护这一家的子孙后代 不被别人欺负 就像你有一个护法神一样 这种叫保家仙 往往后面的都是 动物灵体 他们在 这个 前面的祖宗那个地方 跟你们这一家人 结了缘 结了善缘 他们也不作恶 也不拿你的精气神 就是让你去摘僧 让你去做功德 让你去修炼 来护持你成佛 然后他就有功德了 他就也提升了自己的仙家的这个位置 这是中国的保家仙 不要说狐狸精 什么精怪 就是坏的 是那些不讲道德 随便欺负 弱巧 然后拿人的精气神的 这种的仙家 才是我们禁制的 才是我们禁制的 这是从正邪上去分 是以道德律来分 不讲 人意理智信武德 不讲天地人三才 不讲道法自然 不讲道德的神明 都是邪神 无论哪个层次 天界也有邪神 刚才说了 魔界天的魔王波迅 他就是最大的邪神 他也帮你们 帮你们是什么 被盗而吃 生命是应该进行进化的 出力六道 他就让你们被盗而吃 堕落在六道 成为他的魔子魔孙 他喜欢自己的魔子魔孙多 喜欢别人拥戴他 你们天天在追求财富 追求这些东西 而不讲道德的 都是他的子孙后代 都是他的信众 这是大家要知道 贪婪招来的是 这种邪魔之神 我们自己讲道德 你的心善 行善 善神随之 助长你成善 你的心恶 行恶 恶神随之 成就你的恶 恶就是什么 贪嗔吃一半 地狱五条根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正邪 是这样去区分的 无论天界 无论阿修罗道 阿修罗里面也有善神 也有恶神 地狱道 畜生道 畜生道刚才说 就是动物灵仙 还有自然体 那个核神 核神 它就是自然体 树神也是自然体 我之前给大家讲了 三千年的树神 它就可以幻化人形 那么它也 助长人修道 但也有邪神 我当年去华山 一棵树特别高大 我的一个师兄 那个树神 就跟他说 来来来 我们一起修炼 让他抱他 那个师兄就去抱着他 师父就骂他 说你干什么 陈老师就骂他 你干什么 师父他让我跟他修炼 师父让你抬头看 抬头一看 上面有一点树叶子 但是顶被那个雷怎么样 劈了 整个顶不见了 然后雷劈过得黑黑的 一段黑颜色 师父说 他不讲道德 老西人的精气 被雷神打 你个大师兄 你修炼 你还去抱他 他吓得动 赶紧跑过来 树神啊 西人精气啊 道嘛 这叫道取 通过骗 所以是 为什么你们没有真正 有点功夫的时候 不要去山庄修炼 就是这个样 一块岩石都可能 他如果讲道德 他帮助你 不讲道德 他吸你的精气 一块古树 一棵古树 有可能帮你 也可以能 把你的精气神都耗干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正邪是这样分的 就是 不是盗取人家 为自己所用 而是帮助别人 舍 舍自己 成全别人 这种就是正神 所以我们自己的念善 招感来的往往是善神 念恶 恶神随之 如影随形 这是太上感应片里面告诉我们的 所以你们拜神 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们目的是为了中马票 目的是打败别的商家 让我自己能够很顺利地拿下标 目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那这个很重要 要有善的目的 不要伤害到别人 这样的心态去拜 拜来的善神 你恶念去拜 然后就拜到恶神 恶神随之 所以大家要重视 从我们自己 要讲德行 要讲道德 要遵从 仁义理智性 武德的约束 从武德中 要求自己 去武德 从武德中去拜 你这样拜来的 才是真正的善神 那你拜来的善神 是拥护于你的 让你去行善 让你去挤功累得 因为他帮你挤功累得成功了 然后他也分得了 应得的功德 功德圆满 他才能成佛 所以众生都是为了圣 智人 达到圣贤 达到智人 达到真人这个水平 动物也有修成真人的 动物也有修成圣人的 也有修成菩萨的 不是光是我们人才有这样的资格 所以讲道圆绝的时候 这个很多 这个披之佛 实际上都是鹿啊 孔雀啊 这些动物 他们修先 修到成功的 成为这个圆绝 这个成为披之佛 这个很多 所以大家不要瞧不起动物仙 更不可以知道是动物仙 然后去 这个瞧不起傲慢 我慢 这个你真正是道的传人 真正是佛的修行者 你要包容 他只要是行善的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注意 就是虽然行善 不得冒名顶替 你到中国将来有机会带你们去 人家直接写的就是狐狸精庙 叫狐仙庙 黄大仙庙 这个猪大仙庙 或者猪元帅庙 猪就是猪精啊 这些怎么样 这些你去求他 人家帮你 这个你行善 人家帮你成善 这个是他有功德的 是可以去礼敬的 不是不可以去礼敬 但是问题 现在在末法时期 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冒名顶替者多 这就是他不讲道德 冒名顶替观世音菩萨 冒名顶替 什么善才童子 冒名顶替鸡功活佛 实际上他是动物仙儿 这种允不允许 不允许 这个我以前给大家讲了 我去行善 我去布施 大家都很高兴 然后请我讲讲话 然后我上来说 我呢是李显龙 这次来看看你们 给你们送点钱花 行不行 不行 那马上警察就把我抓走了 冒名顶替李宗 最大人 对不对 你说我是张补生 我来给大家看看大家 大家欢喜 所以你不能冒名顶替 你是行善 你不能冒名顶替 你这个冒名顶替的罪名 也是犯法 所以很多是 像我们这个 今天在冒法时期 很多的佛家寺院 道家寺院 师父们主持人 他没有这个法力 也没请到高道高僧 然后官道幽微的师父 去帮他们这个寺院开光 姐姐护肠 那么也上香 也来请神 结果就请来很多的动物仙 不讲道德的动物仙 邪灵 有的神志是天谋外道 通过天界来遥控 你看你们今天经常是宇宙信息 宇宙信息 来自宇宙的 你们就觉得 这很高 你知道 这个很恐怖 你一定要问他 来自宇宙的哪重天 如果来自 欲界六重天 那么很恐怖 是不是 那你不是 魔子魔孙 你不是魔王才帮你 你拿着魔王的能量 去帮助别人 那不是做了魔王的走足 帮魔王再打工 所以你们对这种 宇宙信息 宇宙能量什么 这种千万杜绝之 他不敢录自己的家门 那么正的就说 我来自光阴天 我来自法界 某一个法界 我是来自观音大士的 我是来自哪里的 这个有家门 如果是真的追求下来 是真的可以利用 可以跟他同体共修 或者遥控共修都可以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今天在末法时期 千万不要乱拜 我在新加坡 走了很多寺庙 十间寺庙 九间被附体 九间都是动物灵体在控制 那么都不老实 外面摆着观音 里面养鬼 说是观音帮忙 实际是他放五鬼去帮你 放五个人头 哭了在里面养 供 这是为什么 让大家不可以追求神通 你们如果以神通 去判定一个师父修行的高低 你们就中计了 魔高一尺 这个 佛高一尺 魔高一丈 魔的神通比佛的神通还大 因为佛有神通 他不显 他是无量神通 但他不显 那这个魔就是靠显神通来麻醉你们 来让你们崇拜他 而不是崇拜你自己 真正的正法教学 有一个崇拜的对象 是崇拜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是佛 你自己是如来 然后要证出自己是佛 证出是如来 这是真正的崇拜 所以大家要重视 今天千万不可以出去乱拜 要分出这个正邪 那么原则上正神系列 都是得到封神的 这里面有封神和未封神系列 封神系列 像最小的神土地公 那都是封神的 成皇爷都是封神的 山神 树神 水神 雷电神 这属于自然界的神明体系 星耀神 这些都要被封神的 谁封 玉皇大天尊 这有一个管理 严格的管理体系 那么在动物仙里面 我们大家要知道一个仙 叫三山九猴 他是猴野 他是猴野 猴野是谁封的 这都是上天封的 都是玉皇大天尊封的 他是对我们这个人籍 在这个全世界各地修炼了 动物仙的管理总仙 所有的动物仙修炼都归三山九猴管理 这是一个正的师父 如果你们有家人被这些邪灵附体 邪灵 动物仙 物灵附体 可以求三山九猴猴野 那么典香齐请 你不必立他的相 有这些神明在法界 待会我告诉你怎么办 可以请到他们 然后向他们陈述 然后请他们帮忙 立马就结 立马就结 我经常在法界帮人解降头 实际上一些很难缠 很难缠 你念孔雀明王心咒 他都不理你 他宁愿投作七分裂 他又要整人 那怎么办 你又不能诛灭他 诛灭也不可以你诛灭 你有福令 你不可以随便诛灭 你非得得到玉皇下令 让你去诛灭 那才可以诛灭 没有令牌 没有令旨 你不可以自己 让这些什么灰飞颜灭 这些都不可以 但是你可以请 他的大总管三山九猴 三山九猴一来 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那么他会管教约束 这个动物灵仙和物灵仙 物灵仙包括植物仙 自然界的有些神仙 岩石位置好 受日月精华 那么滋养上万年 都可以成精的 这叫这个魅嘛 鬼魅的魅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人鬼 人鬼在里面 有八难横死的人鬼 有动物里面的横死 动物鬼仙 那么这些细的 我们今天不讲 只是给大家一个分类 大家要知道 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魏丰神的很多 冒名鼎替 刚才说鼎替 这个冒名鼎替三太子的 冒名鼎替什么 孙悟空的 孙悟空没有这个 无非是供了一个猴经 猴大仙 孙悟空是 我们的丘书记祖师 对我们内道场修炼 对自己元神 玉神 圣神 不同阶段的一个命名 外面没有孙悟空 真的天界有个孙悟空 大闹天宫什么的 没这回事 没这回事 这是后面的人瞎胡闹 说你们经常看什么 有一些什么 我是孙悟空 我是什么东西 这些都是冒名鼎替的 那么山才童子 五十三餐已经成佛了 所以也不是 咬这个奶嘴的山才童子 吃这个奶嘴 在那搞这个山才童子 所以今天很多是冒名鼎替 冒名观音 冒名旅祖先师 冒名鸡公活佛 这些 因为真正的先佛都不附身 为什么 人身太臭 他们受不了 你们将来有机会跟我闭关上山 下山之后坐地铁 你们都受不了 为什么 那个旁边的人很臭 受不了 那是人的味道 你们知道为什么妖精说 这个窝藏了个人 有人的味道 人肉的味道 那一闻就是人的味道 很难受 你说那些先佛比我们干净多少 他怎么可以附在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这些 大家一定要重视 对待邪神 要不要什么 向府 你们这个水平 就算了吧 是要远离之 远离之 要拜向内拜 向内拜 但是也要以礼相待 不要说 知道他是邪神 就瞧不起 辱骂人家 那你得罪他了 他跟你纠缠起来 没完没了 有的人去了一个庙 出来头就疼 为什么 你得罪他了 说老师我什么话都没说 你体内的神得罪他了 你觉得你是有缘神 你的正神 瞧不起他 傲慢 得罪他了 这种都是一窝一窝 一组一组的 什么意思 你得罪一个小狐狸精 很容易 因为它没什么法力 但是你别忘了 狐狸精有没有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有没有爸爸妈妈 所以是一个小狐狸精 有爸爸妈妈 有爷爷奶奶 有太爷爷太奶奶 有太太太太爷爷 太太太太奶奶 你往上找吧 那些都是累计了 几千年上万年的狐狸精 那他的法力 你哪能对付掉他 你们这点修行道理 哪能对付他 所以是出来就头疼 哪里不舒服 那就是神受伤了 被人家上面的家族的那些厉害的 整了你了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以礼相待 不可我慢生起 有的时候我去一些 有一些人特别热情 师父你一定到我庙里来走走 我去了 去了我自己 把自己的身体疯了不要紧 到了庙还要攻守 为什么 不要去打搅人家 人家也没干什么坏事 虽然是一些没有被封神的 在受伤过 但是以礼相待 他也不害人 是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有封神 自己的神到了什么层次 你已经是什么样的人了 你到了人家那儿就傲慢无礼 你这个我慢 这修行人 这个我慢是毒吧 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有我慢 何况进人家的庙 经过人家的地方 都不要嗤之以鼻 置之不理 那这个就得罪了 得罪了他有鬼脾气 邪神脾气 他就整你了 所以这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 这个神明 这个含有内神和外神的认知 内神系统 我们的上中下三个丹田 对应的是分别 上丹田对应着天这个系统 这个下腹腔对应着地这个系统 胸腔对应着人这个系统 和万物灵这个系统 这是古人天人合一的智慧 内成外旧 就是内里的神和外神 共同帮助你成佛 共同帮助你完成此生的修炼 这是我们礼敬神明 功拜神明的重要原因 祖先留下来的 祖师留下来的 让我们礼敬神明 是为了和神明一起同修共证 同修共证 不是单纯的向他们求神 我们看外神系统 天神 地神 物神 天神这个系统呢 包括了诸天天神 这是二十八重天 二十八重天有四空天 这个五色界天四空天 色界天十八重天 玉界天六重天 所以这里面都有什么 天重 天神 天主 所以我刚才说 你们要拜多少神明 你们要拜多少神 不可能拜完的 不可能拜完 那么还有这个地神 地神这是刚才讲的 风神 天神里面还有风神 雨神 雷神 电神 那地神系列这里面有 土地神 山川神 山月神 五月都有神 大山都有神 水神 风神 树神 这些都是地界的神明 那么比较熟的 有土地成华 那么这个系列的 那物神这个方面 万物之神 这个地神上面 你们这边拜的 还有门神 造神 这些系列 都是属于地神这个系列 那么物神这个系列 万物都有神 农家神 就是你比方说是你们 这个种芒果有芒果神 对吧 种大米有这个稻米神 五谷神 这个 那么树神 这个都属于这个系列 都是属于物神 那么还有这个花仙子 这个我母亲 那个时候 住在山里一段时间 山里开了很多 这个很漂亮的菊花 这个有一段时间 这个 他们这些 老年父女呢 就听说这个菊花 装在枕头里面 晒干了 装在枕头里面 可以去摆病 就去采菊花 我母亲听了 也去那个山里采菊花 结果她采了不要紧 晚上睡觉做梦 看到很多 这个很漂亮的仙女 然后她就去 拔人家的头发 拔的那些仙女 鸡花来叫的 因为那个 我们在中国山东 那个基地呢 那叫昆渔山 昆渔山是 小昆仑山 是跟这个 喜马拉雅山 昆仑山一脉下来的 东龙延续的 小昆仑 叫昆渔 就是小昆仑的意思 那个是当年 这个 这个 王冲阳带 全真妻子 修道的地方 那个地方 灵气特别足 所以那里的菊花 特别野生菊花 它都是什么 都是有仙气的 叫 这个花仙子 所以 结果她 做了个梦 第二天头疼 拔了人家这个 花仙子的头发 所以你不要说 这个好吃 这个花好吃 这个花可以这么 不要乱考 现在养殖的好一点 你到深山里面去 将来到大山里面去 我的师父当时 让我带我上山 一草一木 都不允许动啊 你看那棵小草 可能是千年的灵芝 你动了它 可就完事了 我那个时候 一个师兄 我们在青海闭馆 熊老师 住着青海闭馆 半边 有两个师兄 他有神通 你知道我们那个 半边的山后 有两棵千年的灵芝草 然后就去跟师父说 师父 山后那儿 有两棵千年灵芝草 师父说 不允许动啊 但是他们就是 偷偷摸摸自己 就偷着采了 偷着采了 没告诉师父 师父说了 不让他们动 偷着采了 结果两个回家以后 不久都出车祸 都死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一草一木 为什么都有 都是 这就体验了一个 万物有灵 众生都有佛性的 这么一个道理 不是吓唬人 真的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啊 所以说人不能我慢 我们今天以人为本事 造成了人的大我慢 我想怎么地 就怎么地 反正是野地里的 没人管 对吧 然后就导致了 人类的大我慢 造成 造成人类现在 众多的苦难 瘟疫的苦难 百病丛生的苦难 多种癌症的苦难 这个自然界对人类的 惩罚的苦难 都是供业 人类太过慢了 随便一个山就炸了 采矿 随便一个河就堵了 发电 所以是我这个 当年跟师父去 阿尔卑斯山 熊老师说 你看 人家这个阿尔卑斯山 这个大水 从这个阿尔卑斯山 下去的这条河流 一个坝都没有 一个水坝都没有 这就是欧洲人的 文明程度 但结果 你看我们中国 一个随便一个小河 给你一重一重的发电 所以是心梗塞 心肌梗塞 心脏病 心血管 疾病 那么整个 等于说你把这个 山河大地的河流 它就是你的血管吧 对于你人体就是血管 血管堵塞啊 你见罢了吗 表面上是为人力提供电力 提供什么 你觉得很 这个 很方便 造福人类 实际上是人类的大我脉 破坏大自然 最后都对应着在人体上面 就大量的疾病重生 引起国家灾难 民族灾难 还有这个众生的灾难 诸圣系统的神明 这是外神系统的神 这个刚才说 天 阿修罗 地狱畜生 恶鬼 六道 人道 都有神 那么我们还有祖宗神 所以是这个祖宗过世以后 幽经 那么还以这个特殊的 守时鬼的形式存在着 那也是神 那个我们叫神主吧 所以是这个系列是很多的 那诸圣系统的神明 这个在我们道教系统 有天地 人 物 的神明体系 还有修炼者成道的 这个体系 你像这个 全神七子 八仙 这些都是修炼者成道的 成圣的一个体系 人修炼成就 佛教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经典 都提到了这个神明体系 那么我们现在接近的比较多的是 孔雀明王经里面的 天龙八部体系 那么还有无量诸佛的体系 所以最后拜不过来这个千佛万佛 用一句什么 一切佛菩萨 那么一切佛菩萨来礼尽 所以是那么 包括还有一些身文言诀 都不用去念名字 什么这个 什么这些圣者 就不用去念名字 就是一切身文言诀 那么在儒家 中国的这个佛道儒三家 儒家里面 祖宗神 那么祠堂 祖宗 祖宗 还有什么 圣贤封神 光宫被封神 还有很多 这个对人类造福的 这些神明被封神 这是儒家系列 因为是皇帝 为了彰显他们的这个功德 封神 这个表面上看是皇帝封 实际隐太世界 他们真也被封神 因为古代的天子 代表着这个玉皇 他是天上的天子 人间的天子 是这个玉皇的圣旨 通过国师 传递到这个皇帝的手中 然后皇帝对这些 有功之神 封神 立祠堂祭祀 那么还有土地神 城皇神 阎王神 明界的神 这都是属于儒家系统的 都是真实的存在 那么在耶稣教这个系统 为什么用耶稣教 而不是基督教 天主教 因为耶稣教 它延伸出来很多的教派 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还有各种什么小的教派 都是从耶稣的教育中 圣贤教育中 出来的这个体系 那么这里面有各种大天使 还有恶魔 还有先知 我也跟大家讲了 前不久我上了 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 大家知道那里是大赌城 那个地方有一个池子 就是很多天使被砍头 天使被砍头 因为那后面是赌场 那个赌场就建了个天使池 然后天使的脑袋全部被砍掉了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些天使就不敢去了 去了那里头就 他们就恐惧 所以后来我得到上界的许可 就把那些天使的身体 换成了恶魔的身体 然后恶魔就不去了 为什么 去了被砍头 智患来了一个场景 大智患 接着那个 疫情爆发以后 那个就关门了 恶魔不去了 所以说大家为什么 经常在赌场里面出不来 不是你自己 就是他请了邪神 所有的赌场都放赌鬼 你们都不懂 为什么这个有的家人 怎么治都治不好 就是他被那个赌鬼缠身 这个隐太世界被赌鬼控制了 放赌鬼 所以是这个 我当年这个师父 这个我要去 这个那个时候 咱们这新加坡没有 我那个是去云顶 云顶那个赌场 然后那个时候师父在国内 我陪着那个师母去 然后师父说 只给你们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之后不可以玩 那个师父没来 通过电话 我就想 一个时辰挺好的 然后进去狂赢 师父也是从来没下过赌场 也赢了一大笔钱 但是他守着师父时间长 然后他很乖 很听话 而且我师父的太太 他很听话 但是一个时辰以后 他不完了 两个小时不完了 我赢了很多钱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多少钱 自己赢了快一万马币 才用了一百块马币 赢了一万马币 然后师父训练你 吃喝嫖赌 都让你进去试试 师父说一个时辰就一个时辰 那就师母不完了 送去睡觉 我玩 结果把自己的本金 加上的一万 全部花得光光 一分钱不胜 后来回去被师父罚 我说让你玩一个时辰 凭什么招 我说师父你怎么知道 我什么不知道 你破坏场 为什么 他一个时辰那些赌鬼都跑掉了 没有赌鬼干扰你 所以说 那你在这玩 你凭着智慧 就可以赢他一点钱 然后你等一个时辰以后 只赤令一个小时 一个时辰 过后人都回来 你跟那么多鬼怎么斗啊 你跟鬼赌鬼赌 他弄得你晕头晕脑的 你不输才怪了 大家不要去赌场 什么时间你把天龙八步都弄上 跟着你去 应该还可以赢点钱 天龙八步不跟着你下赌场 你不要去乱赌 你肯定输的 这是讲笑话 所以这是什么 大天使 先知 他有恶魔 在这个耶稣教这个系统 有恶魔 有这个天使 你要提醒大天使的忽悠 所以他在这个赌场那边 他放了天使都是断头的 所以去了以后一换 后来听说 我走了不久 就很少 那个时候 疫情还不严重 就很少有人进去赌了 赌场里就冷清了 现在赌场更冷清了 因为有天使在忽悠着 不让你们去输钱 所以就很冷清 这是说笑话 伊斯兰教 他也是各种天使和先知 也有恶魔 这在他们的体系中 所以我们比方说 在吉隆坡 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有道场 那么每次开场的时候 我都礼尽 这个伊斯兰系统的 这些护法 不是我们带着自己的护法过去 是他们的护法 礼尽 为什么 在人家的地盘上面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 让大家知道 也就是天主教 基督教 是耶稣这个系统的 那么你现在看这个 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宗教是主流宗教 那么这个国家的 这个区域的 空间界的护法神 就是跟着这个宗教走的 这是在跟天上 在这个法界 我们的这个 之前给大家讲的 这个净居天 这个色究竟天上面 大家成菩萨了之后的 这个菩萨法界 有不同的管理区 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在地球上 有英国 有新加坡 有这个 加拿大 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管理层 在上面也有不同的管理层 所以是 那么那些跟上面紧密连通的 这个宗教教区周围 都有上面紧下的护法 和这个 这些主法的人 所以是你到那个地方 你要礼敬 然后你到马来西亚做生意 你一定要礼敬 穆罕默德 礼敬这个真主 顺从他的那个管理层 眼睛看不到的 神明界的护持 而不是说 我带着我自己的 什么 不可能 那就 礼得不全了 礼得不全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主张 大家拜神 华人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宗教信仰 都叫拜神 你既然拜神 你就拜个全面的 拜个什么全面的 就是分成五大体系去拜 一个是道教体系的 我全拜 这个正神系统的 佛家系统的 我全拜 对吧 耶稣系统的 我全拜 这个 伊斯兰的 穆斯林的 我全拜 那么还有这个 地方神 在中国就是 儒家神 在印度就是 印度神 这些正神系列 所以大家要懂得 要相应 要相应 要有这个礼得 这是我们华人拜神 你在全世界 你看 我们这个 很多华人 到世界各地 安居 他有没有是 以我们华祖文化 去侵略人家的文化 否定人家的文化 以我们的神明 否定人家的神明 都没有 而是融入 融入 所以这一点 很重要 那么我们内神体系 有一个万神体系 那这个大家要通过 《黄庭内景经》 来完成 了解 那么这个神的 这个体系 还有带一个开启 所以我答应过你们 这个 大家好好去送 《黄庭内景经》 既然成书的时候 把你们的这个 内神明体系 如脑腔 胸腔 下腹腔 五臣 五真人 然后这个三 三个丹田 三八二十四真 三丹田 里面的三老 所有的都要给你们 请出来 请出来 请出来以后 来拥护于你们 通过这个内神 跟外神 可以连接天界的神 地界的神 众生界的神 那么这样 你们就是 全凭神力来加持 就得到了一个 极大的一个加持力 可以快速地正过 可以快速地完成 清净明身的 中有身的这个修炼 所以神跟神 才可以打交道 你自己 只有把自己的 内神系统唤醒 才能跟外神系统 无缝对界 打交道 那么我们人体里面 有本体神 有五脏都有神 有五脏阴神 五脏阴神 五脏阳神 五脏阴神 眼耳鼻神 神意都有神 这个你们在 《诵黄庭经》里面 都有这个 启示 那么还有什么 寄居神 寄居神是因果业力导致的 比方说你家族杀牛 那么牛的那些神石 它就通过基因的 这个携带 都寄居在你体内 寄居到多了 它就抱血管 寄居到多了 它就形成肿瘤 寄居到多了 它就得溃疡 这就是各种慢性病的原因 所以这个也叫寄居神 那么也有附体神 附体神就是不小心被附体的 有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就被附体了 妈妈经常带着你跑一些这种 庙 这里面的邪灵 邪神 不讲规矩 就附在你身上了 一致跟着你的 我们处理过这种很多案例 那么当然还有陪生神 这就是大家修炼 培养的五脏阳神 还有这个 元育圣神 这就是自己的 体内的众神 陪生系统 那么还有永生神 永生神就是圣鹰 那么也就是你的金刚 金刚自信佛 这个系统 我们为什么要拜神明 是全凭神力来加持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能量的积差 我之前给你们讲课 提到太空蔬菜 普通的这个南瓜长这么大 把种子用太空飞船送到天上 回来长这么大 也同样的水交条件 土地栽培 那这个就是什么 能量的积差 我们生活的这个虚空法界 三千个大千世界 因为层次的不同 所以是能量的积差是不同的 我们修炼 无非是对这个肉体 纠缠的量子进行改造 所以你就需要更高量级的能量子 从更高的空间 能够被你纠缠来 那这就是通过神才能够达到这个作用 神好比是磁铁石 有磁铁石就能吸引铁钉 就能吸引铁帽 来组成一个磁铁石 吸引的一个聚合成就的一个身 你的神明神 你的自己体内的各种的 细胞的体的改造 都要需要更高量级的能量子 来置换低量级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拼神力来加持 所以你要通过磁脑腔的神 跟这个无色界天打交道 司空天打交道 你要通过胸腔的神 跟十八重色界天打交道 你要勾跟这个下腹腔的神 跟这个地狱道 这个畜生道 恶鬼道 这个地方的神明打交道 这是全息意义对应的这个关系 所以是体内的神不给力 外神就不给力 那你想一生成就 就难上加难 不单道家这样认知 实际上所有的圣贤教育的认知 都是同一个认知 那么在佛家体系里面 它讲究什么 就是文武百尊 文尊 武尊 总共一百尊 只是圣贤都在体内 那么三世佛也在体内 这个将来逐渐地给大家去展示 展示 也是内神外神一体 神力加持 那么这个才能够真实地发挥作用 所以通过内神才能请得动 外在的神明 包括天地人 物神的神来相助 完成量子纠缠状态 改变 然后变成清静中有身 神明层次 大都是静不静中有身 达到罗汉以上 就是清静中有身 这是大家知道 我们整个修炼 记住两个画字 一个是什么 气化 一个是光化 阳化气 阴成形 那么我们是凡夫 五隐身 五浊身 五重身 就是阴身 所以就是我们的凡夫俗子身 那么通过修炼 道法自然 燃烧 这就是浊火 我们人体有70%的都是水 所以你不缺水 你缺火 明白了吗 修行为什么要常燃心中灯 常燃下腹腔的炉火 牵连不断 要头脑有明光 就是因为人修炼者 缺火不缺水 因为70%都是水 所以只有火才能把水化气 才能完成气化 叫阳化气 这是个重要口诀 那么只有阳化气了之后 你才能够气化光 才能完成光化 光化才是清净中有身的关键 五脏都要升光 六腑都要升光 三丹田都要升光 所有的细胞都要升光 骨跟骨髓都要升光 光化才能够使自己的身体 着身变成清净中有身 才能完成圆满 圆满报身和化身的成就 所以我们一个人的力量 是有限的 微弱的 我们要靠神明来加持和保佑 这里面包括祖灵 祖先的神灵 还有外在的地神和各类物神 还有天神的相助 如果还有除了六道众神的相助 我们还需要四圣法界的神圣来相助 那么我们只有拜 只有求才相应 但是有一些人说 为什么我求了那么多不相应 这就是后面要教给大家方法 就是你的方法不得 你的手段不得 还有就是 自己有一个严重的我慢 我慢不敬神明 这个以前有一个故事 就是有个商人状告 到阎王他死了 这个掉到悬崖上 没人救他死了 饿死了 到阎王殿去告观音菩萨 为什么他家里供观音 很虔诚 一天三十上香 终要节日摆供 然后这个拜了一辈子 有一次他这个行商的路上 不小心迷路掉到悬崖下面去了 掉到悬崖下面去了 他就因为拜观音 他就拼命地祷告观音菩萨 祷告观音菩萨要观音救他 结果观音听到了他的祷告 然后就这个 让一个军队 这个迷路走到悬崖边上 听着下面有人在喊 观音救命啊 军队就要下去救他 然后结果这个商人说 我不要你们救 我等观音菩萨来救 然后人家这个一听不要救就走了 另外有一对第二次是商人来救他 第三次又派那个什么人来救他 他都不要人来救他 他一定执着 执着要等观音救他 诸佛菩萨 他的能耐是近虚空变化界 但是可惜一点 他没有人的肉身在人间 要帮助人 一定通过人的肉身 才能够身口意 才能来帮助人 所以诸佛菩萨要帮人 一定是通过一个肉身的人 做他的代表 他控制着他的思维意识 通过他的身口意 代表观音的身口意来救你 结果你这个着相执着 你非得让观音菩萨 画个人身来救你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在拜神的时候 要注意身边的贵人 是你拜神成功的时候 是身边的朋友 亲友贵人帮着你解决的问题 你不能观等着观音来 天天喊着观音来 喊着玉皇大天尊来 那不是这样 他一定是 他们收到了这个 他是通过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贵人出现 帮你脱离苦难 脱离各种的困恶 我们这次下园节 下园节拜这个水关 有的人说师父为什么这个 你不主张拜这么多神 你拜这个水关 我们注意在 OOSS平台 我们请大家 礼敬 拜的神明 都跟我们修炼有关系 叫内求法有关系 我们人体有70%的水 整个人体 称重70%的水 对这个水的改造 决定了你是否能够脱离各种的阻恶 阻碍和困难 脱离各种的遏难 灾难 所以是那么在这一天 我们通过法会 通过点灯 五盏灯 解恶阻灯 来把火点起来 再通过法会 火供 这个护谋火供 把火点起来 那么水火济济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老师你不如让到处烂拜 拜各种什么 为什么又搞一个下园 这个结法会 那么这个告诉大家 这是跟我们修炼有关系的 那么老师今天讲的神明文化 也是跟我们众生 每一个人要一生成佛有关系的 交给你去怎么去礼尽去拜 而不是让大家盲目的往外去求 这个乱拜鬼神 叫怪力乱神 这个不要乱去拜 也不要多礼求 那么怎么样才能真正拜到神明 我们前面提到 为什么拜神明不灵啊 你用什么拜呀 你用仁义拜 仁义 义是意念的义 用仁义拜是拜不到神明的 告诉大家 神只可以格思 而不可以堕思 什么是堕 堕就是逻辑思维 前思后想 左思右想 使用八识去拜神 所以真正的拜神 一定要学会反观那一事 使用第九的真心和神明感应道交 这个感应道交很重要 为什么 波道不一样 你用仁义 你是在这个八波道 神明在幽波道 所以是 你只有用真心 真意 真诚的 启动自己内在的 那个光 那个心意 才能和神明相交道 仁义是拜不到神明的 所以大家看 即便是一个跳筒的 即便是一个不急的 不难的 他要请神明上身 他要做一件什么事 他必须晕死过一次 然后他才能够被神明所利用 什么原因 因为他晕死过一次 就是我退位了 空退了自己的人意 然后使神明的意志 神明的灵体的意志 控制了他的思维 控制了他的意志 然后通过的人体 才可以展现神童 才好用 才说的都准 否则人意 清醒的那个状态下 他不行 所以这就是什么 我们也要什么 虽然说我们拜正神 不需要你晕一次 但是你要空退一次 空退一次 所以一定要什么 反观内视 然后把自己空退 但是整个反观内视的 这个程序呢 又很多 很复杂 说是古人 把它进行了 移轨化 移轨化 这个移轨化 今天 这个很多的 这个道场的师傅 都把它变成演戏 变成演戏 不知道 这个移轨化的真实目的 原来是 打开自己的心门 感应 倒脚 空退自己的人意 所以这个告诉大家 一定要通过什么 合理合法的 移轨 才可以 真正的和神 人相连同 特别是正神 天地间 正神相沟通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在上香的时候 通过上香 那么有两种上香法 一种是真实的上香 那么一种是什么 一种就是心香 心香法 所以是这个 真实的这个上香法呢 一定要打开 这个宝月轮 这一团光 这一团光 这一团光是人人本聚的 不是说你修炼才有 不修炼没有 只是说修炼者 可以观到更清晰 因为你懂得 怎么去和它相应 如果是你没有这团光 你就死了 为什么我们看一个人 是不是他的生命 不久要死亡 看这个地方 叫明堂神器 实际上是看的那团光 就是这个叫瓜树地落 你知道一个瓜 在一个瓜面上面 有一个笛和那个 曼子相连接 那这个笛 身根故笛 故笛 这个笛 就是我们和法界连通 我们这个瓜 你这个身体像个葫芦 你看道教不是一个葫芦 一个枪 两个枪 三个枪 一个葫芦 人体像个葫芦 这个葫芦 我们有生命 是跟着连接了法界 整个的我们人体外面 是个静明法界 所以连接静明法界 这个母体的笛 那个 瓜 连通的那个笛 瓜笛 笛漫的那个笛 就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 没有光了 你这个瓜就从 法界脱落 就死了 懂了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不是因为修炼才有 不是 它本身就存在 本身就存在 所以是那么 古人发明了 知道了这个窍诀以后 因为只有通过这个笛 你才可以跟法界沟通 你用仁义 是怎么可以去跟他沟通呢 是不可以的 人的主观 所以是 那么必须通过这个笛 进去法界 所以是怎么样 它能连通呢 所以是 古人发明了这个箱 这个箱的目的是什么 三柱箱 今天大家是胡搞 说为了这个环保 上意志箱 这就是 这些人就把这些什么 这个法界实相给丢失了 佛家 道家 很多都在这么乱讲 那你为了环保 干脆不上香不就得了 诶 真有不上香的 反对上香 这个 他也有 这就完全就把众生跟神明 正神明连通的 这个方法完全就丢失了 三柱箱 它 一柱箱是连接天 一柱箱连接地 中央这一柱箱 因为天地的双螺旋 大家知道DNA吗 DNA两个简积链旋转 然后中间才会生成光 在简积连接中才会生成光 才能连通 通过光路连通整个法界 我们人体通过这个瓜笛 跟法界连接 所以是 那么 连接之后 这个箱 通过这个地方连接之后 就 连接了我们体内的信息 光 这个上香之前 要用额前的这个光团 把整个香 到香头 着火了以后 到香头 这么 你们给照一下 照一下 再把这一堂光 拉回来 通过这进去 进去以后 经过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 天地 人 三才 连接 这个手中的香 因为加了你的信息 连接了天地 人 三才的 这个信息 所以是 一个是代表天 一个是代表地 螺旋 中间那柱箱放光 啪 我是一金针 连接天地心 明白了吗 这个时候啪 发戒就连接上了 连接上了 你有什么 这个香上已经有你的信息了 所以你祷告的信息 叫 心香一半 上九天 神明就收到你的愿望了 明白了吗 你们是随便 点个香 啪 啪 然后就完事了 所以你怎么求得来 你告诉我 你完全 你 发现没收到你啊 你骂人家不好使 然后这个也不帮你 那个也不帮你 你根本就没连通了 所以是 这样连通了以后 连通了天地人 啪 你的顶门打开了 这个香 啪 连通上去了 因为跟你的全新 你这啪打开了 他啪打开了 要打开天门 打开慧音 连通天地 一线光 顺着光路 啪 发界知道了 张卜生在求东西了 这个传乡童子 这个香云盖菩萨 摩赫萨 开始把你的心意往上传 你找观音啊 你还是找药师佛 你还是找哪尊佛 你还是找天界哪个神呢 你还是找土地神呢 这才能够连通 你们怎么能拜得到 今天用一支香 一支香 也不运 就这么插上去 这没打开啊 天地间那个开关没打开啊 人间它是透明的 人的这个空间 我们生活的空间 是这种一个被透明体遮盖在里面的 你要真正打开这个透明体连通发界 你要用光才能穿透啊 用其光复归起名才能穿透啊 所以不是你那个上了多少香 有的人使劲上香以为就好事 三支香是为了打开光露 你自己内神和外神相感应的 所以规规矩矩的点完三支香 运在额头前 你看现在的法师 拜完了以后 有没有这样点一下这儿 有没有 有 他们现在都是这样的 那些主持僧 你看他们做完了都来点一下这儿 实际上点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就还不是光啪 这儿打开 跟法界连接 但是他们都是什么 做演戏了 弄完了就完事了 没有夹心意 咔 啪 光一冲 啪 把这打开一下 对不对 黏香也是这样 一定要点上香以后 左手黏香 右手扶着左手 在这儿 啪 光到香火头 啪 回来 啪 颅脑腔亮一下 啪 胸腔亮一下 啪 下腹腔亮一下 然后把三支香一拿在手上 拜天地仁 天地仁 万神朝礼 然后分香 中间一支 代表忠道 不偏不移 求忠道 然后这个另一支手 这个插住了 这个插住 另一支手 左手 放右边 这代表师父的左手 这是尊贵 代表天 这代表你 天地仁 代表众生界 再插一支 正面 再这边插一支 所以三支 间隔距离 要有一个指节 指节这么大的距离 而不是像你们这样 一插 这就完事了 你要间隔了 它这个天地的光 才能够循环 啪 上去了 上去这个时候 你跪下来 然后求 这上面就有 新香 酒 这个三支新香 打九天 啪 发现知道了 知道了 是多么方便的方法 不需要在那练止观 练meditation 黄昔呼吸再起来 闭着眼睛 黄昔呼吸上下 那不需要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用 这种真香 最好是这种立香 效果最好 盘香有时候还难以 上达信息 所以传统是用这种香的 后来是为了什么方便 大家诵经打坐 弄一个盘香 清洁空气 真正合理的是这个 另外要重视这个上香 求神明 重视这个香的时间 重视这个香的时间 我上次给一个人去开佛堂 然后这个开光 佛堂开光 人家拿出的香 三分之一高 这就是供的香 然后呢 这个我是把事事事事都弄完了以后 忘了一座 我喝一杯茶还没喝完 它的香已经烧完了 香的质量太差 你们主要现在片子太多 都不怕下地狱 就是短筋短尺短两 香 一会儿我还没喝完茶 这个香就没了 我这个一想喝茶 那边来生意了 说 没香了 我这一看 真的没香了 我想怎么还不烧个半个小锅 十还是二十五分钟 连五分钟都没烧到 就没香了 那你净的什么香啊 你那边正传达着 要通过这个跟你沟通的 结果这灭了 又关了门了 又短了线了 光路不见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上这种香 为什么后来我到处跑着给你们去找香 一个半个时辰 一个小时 一定会超过 你们不信试一下 另外这个香里面 我们找的这个是 你们的师兄弟 同修他做的香 里面加了一百多种种草药 这点起来整个屋子都是香的 然后肺不会咳嗽 不会那 他反倒清理的肺 诸佛菩萨也需要这种药香 然后我们用这种药香 家人都沾光 他不信佛 他也在沾光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那么这个 外面买的香 有没有能烧一个小时 有 但是大部分是香精做的 它是用化石粉 这个烧了它不烫手 植物的 那个是用化石粉 化石粉做了以后 它会烫你的手 那么它喷的是香精 香精 香精是化学香精 等于是化学药片 人闻着好像有点玫瑰香 有点什么痰木香 实际上那就是化学毒药 所以你上了香 他们先跑了 把诸佛菩萨给熏跑了 或者把那个船香的童子 给熏跑了 对不对 那你这哪能好用啊 所以今天人 因为不真正的信贵神 不敬神明 所以搞出很多事情 你们不可以用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香 你贵是贵的点 但是真有求必应啊 你用那个劣质的东西 你没办法硬 为什么他们都不受那个香 就跑掉了 不给你传毒药 化学药品啊 所以那么一瓶香精 可以制一吨香出来 你开什么玩笑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要注意 有求必应 你要用对东西 用对方法 那么对于 有一些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上香怎么办 所以你们一定要修止观 而前阵面的光 锁成一个团 进去 到宁湾宫 然后下去胸腔 下去胸腔 进去左侧心脏 全凭心意下功夫 进去左侧心脏以后 在心脏里面 这个光团炸开 化成一个香炉 香炉里面 插上三支香 等距离插上三支香 用念头点燃三支香 把三支香 从心脏移到胸腔 正中间 连着香炉 拖出 从顶门送出 上中下 三个香炉 各插三支香 拜天上的众神明 人间的众神明 地下的众神明 三支香 这叫心香 一半上九天 这是自己的内化心香 比你们烧的樊香好 比你们烧的香精做的香 那好得更多了 是自己的能量 量子纠缠 化出来的香 在法界真看到 真好用 这是什么 这是心香法 然后除了要通过香 来连通以后 要有供阳 水 香 这个蜡烛 蜡烛是供光明 就是你不施光明给神明 神明给你能量 那么特别我们 这个最近发心 把所有的这个 诸佛菩萨神明 都把它们做出来 这个蜡烛 上面有心咒 有影像 你一供 这个很容易纠缠到 那么所以是要供养 主神明 用这些八供 有条件 包括水果 什么这些都 大日子都要上 隆重 齐情 都要上 如果是没有 这个条件 就是一盏灯 一楼香 然后一杯水 这三种族意 其他的量力 水果 点心 量力而作 初一十五 大日子 佛仙圣诞 大日子 佛神圣诞 大日子 做一些食品的供养 那么这个 现在我们的超市里 很多东西可供养 这是很方便 这是要做供养 那么还有要跪拜 要处下 神明对我们的加持 是在我们处下的时候 能量由高望低走 我这个给人加持的时候 有的人就傲慢不贵 觉得贵我张不生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但是我的能量 它不贵 它那么大高个子 我站起来 我还勾不到它头顶 我的能量要从高望下灌 怎么灌 能量跟水一样 它要从上望下灌 诸佛菩萨来 未必是像你们长得那么高大 你倒是跪下去 跪下去 诸佛菩萨在台上面 它总比你高吧 所以它就很轻松地 灌进去了 所以这个跪拜 是为了自己方便 同时处下不争 不傲慢 没有自己 把我放到最低的位置上 说是这个不可以有我慢 要处下 处下之后 再什么 要祈求 有求必应 你千万要记住这个事 说我点了香什么了 拜完了走了 说你求了没有 还得求啊 你不求人家知道你干什么 你需要帮助什么 有求必应 你一定要祈求 我是祈求财富多一点 我还健康 父母健康好一点 家庭幸福一点 还是众生界有什么事情 疫情能不能快速结束 还是什么东西 那样齐情 齐情 你像我们在新加坡反复做反复做 我们上次的大法会 疫情停止了 你们可能没注意那个节点 从我们做了那天 那个上一次那个什么大法会以后 然后疫情再就没有 社区没有病情了 全部是外来疫情 所以你们注意这种节点 那是齐情啊 我们供了那么多药 供了那么多胶囊 这个莲花新闻胶囊 供了 那么多食物供了 神明界 人家帮忙 插 就没有了 就安置下来 所以很多 你们要鼓掌就大声鼓 要祈求 我们写这个 我们发愿 我们的什么 在祈求 在什么东西 就真灵眼了 还要发愿 发什么愿 就是你帮了我了 我自己要处理 要处六道轮回 我不但自己要处六道轮回 还带着众生处 处理六道轮回 你真满了我的愿了 我是要好好修道的 我不是为了求才来的 我是为了自己顺利一点 修道路上的障碍少一点 那么我能快速成就 我引领众生也成就 这个叫发愿 发愿 最后真正去还愿 就是真的事业顺了 你所求的东西满愿了 那你就要还愿 还愿就是什么 行道于人间 那么并且最后 在发愿的时候 要做普回想 把这个供养神明 祈请神明的这个功德 做一个普回想 不是只为自己求 为众生借求 大家都如一族 那么更高级的方法是什么 更高级的方法是 要神明来拜你 来拥护你 这就是修本尊成就者 神明不清自来 礼敬本尊 供本尊驱使 这就是神明 因为你自己变成要是佛了 你自己变成阿弥陀佛了 光中化佛无数亿 你化成了 这个时候 天龙八部 天上地上众生界 众所有的神明来拥护于你 内神外神拥护于你 拥你的本尊驱使 然后去完成你的愿望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叫不拜神明 神明来拜你 你要修成更高层次 自信佛成就了 那随时你驱策这些神明 神明听力于你 我记得有一次 给你们讲过那个故事 我有一次去台湾 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 排队太久 外面等得太受不了了 过那个海关 刚刚修了本尊法 我就是实现一下本尊 然后请土地来 结果他就 人家负责引导的 就到我跟前解开了 然后你从这边走 从他们本国人走 那边就走去了 就出关了 真好使 所以大家要知道 因为你去弘法 你不是自己去旅游 自己去吃喝玩乐 你去弘法 你这个一念一动 他就随 他就随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不是你天天拜神明 最后因为你是佛 你要成佛 所以你要走本尊修行 升起次第 圆满次第 大圆满次第 你自己的自信佛成就 那么不是你拜鬼神 是鬼神拜你 真的是这样 拥护于你 我好几次出国 挤着赶飞机 两边的马路都是塞的 只有我的车跑这条路不塞 然后到哪里去办事情 总是车位都满满的 我要到了 那个车出去了 刚好我有一个位置 你说是碰巧吗 你说碰巧就碰巧了 但是我知道不碰巧 有人在安排 赶紧赶紧 上师要来了 赶紧赶紧倒个位给他 他要在这做事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一定要往高层次修行 不要总是靠拜拜 靠施舍 靠祈求 是靠自己真正为众生服务 神明来自动地拥护于我 这就是真正我们要修行 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富贵财富健康 是完成清静身的过程中 得到的富家品 不是终极目的 正因为不是终极目的 所以很容易得 要觉是心造万法 心想制成 是在自己的这个 修成正舍玛塔的前提下的 这个三毛泊体 就超越皮佛舍纳的三毛泊体 是静明物质能量的转换 在显态世界 大家以为是能力 你就说 这个人很有能力 很会赚钱 这个人量级很高 大家很听他的 这个能够影响大众 实际都是一种能量的转换 换句话 能量是什么 量子是能量的最小的单位 这个科学家发现 能量在使用的过程中 是一个颗粒一个颗粒 释放出去的 所以又叫能量子 能量子 所以你的能力啊 你的量级 实际上都是量子纠缠的结果 所以你有赚钱的能力吗 那你就好好纠缠一点 赚钱的量子来 所以是大家要懂得这些窍诀 再一个注意是什么 不可听命于鬼神 这个我们在凡世间 看到迷信鬼神者很可怜 被鬼神驱策 有的人被人驱策 他装神弄鬼 前几天来了一个统修 师父我两年前 我在哪供养了一个道场 咱们怎么地的 最近打电话让我去 他说你再不来 神明不保佑你了 因为你现在不来供养了 神明不保佑你了 我说这种肯定是人装神弄鬼 那神明它比你高级 哪里会说你不来拜我 我就不保佑你了 那不是邪神啊 贪啊 你不来供养我 我就不保佑你了 我说不去 我说神明正神明 是要拥护于我们修道者的 你好好修道 好好为众生服务 神明就自动来往护 往护 所以不要为神明 为鬼神所累 你们今天听这个神的 明天听那个鬼的 净鬼神而远之 自己要净鬼神 但是你想你要拜刚才说 那么多的神明 你往哪拜 你怎么个拜法 好 咱们来看一下 大屏幕 你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道家的神明图 道家神明图呢 它这个 你要怎么去拜 你告诉我 你要拜多少 你要拜多少 就光这一个 这一个 上面有七十二尊神明 上道三清圣祖 四大天师 玉皇大天尊 沟臣大地 这个南极大地 厚土 那么最后下面的 一层一层的五地 然后这个斗母 诸心神 天地水三观 然后下面的这些 土地城隍 龙王 这还是少的 还有日月神明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 不可以走这个怪力乱神 或者走这个迷信的路子 走一个正修的路子 走一个神明来拜你的路子 那么即便你不修行 你要重视德高鬼神清 你自己德高 道龙 修行武德 在人间 都是大家钦佩的 鬼神自然来钦佩你 鬼神自然来保护你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你们是新加坡公民 或者是外国人在新加坡 请问新加坡的警察 保护不保护你们啊 他如果不保护你们 他是不是要坐牢 他要独职啊 他就是要保护人的啊 那么天界的神明是干什么 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 就是护持众生 护佑众生 所以你作为一个有德行的善人 在人间遇到恶难了 这些神明不来护持你 不来帮你出恶难 他是要被坐牢的 被判刑的 因为他犯法了 所以我们德高鬼神清 你德高道龙之人 鬼神不请自来啊 所以说不要行贿受贿 就像刚才那个庙 给这个众生讲的 你不来 鬼神不在乎你的 这是骗人的 为什么 这个贪官啊 他是贪官啊 非得你来贿赂他 他才保护你 那些黑社会老大 所以大家在拜神的过程中 一定不要被这些人忽悠了 还有怪力乱神 就是大家不要拜乱的东西 你比方说你们新加坡 还有南洋地区 大爷伯二爷伯 大爷伯二爷伯 他是什么神明呢 如果是拜对了的 是叫黑白无常 他是在城隍殿里面 在城隍的左右 他实际真正的位置 他是在阎王殿里面 奉阎王的差遣 到人间来勾魂的 勾我们的地魂的 去到地府里面受神的 所以他只是一个官差 懂不懂 他没有任何的权利啊 所以今天乱拜 就搞大爷伯二爷伯 说是黑白无常 所以他不受拜 为什么他是官差 他没有职权 不是说你拜他 他就能够保佑你 你不拜他 他就作恶你 所以是 那么大部分 大爷伯二爷伯 是不是真的黑白无常 在那个庙里不是 因为他不来 所以是 一些邪的动物灵体 就借着这个吃香火 冒名顶替 所以是 那里面的人 黑不留球不说 去的人经常也是黑不留球 不拜还好 越拜越糟糕 所以大家记住 怪力乱神 在今天的末法时期 无论佛家 道家 太多了 不能乱拜 不能乱拜 然后马上就晕冒续汗 后来他母亲 就找楼下的一个道场 给他去鬼 挺好使 马上就不出汗 能上学了 过了几天 这小女孩受不了 跟他妈说 妈 之前是一个 现在是五个 她说怎么是五个 比原来还多 就赶紧给我打电话 我那时候还在新加坡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 一开始不招我 他说师父你在那 又不好意思 让你来台湾 我说不用我去 神网之就可以了 我就叫他怎么怎么弄 然后把那五个鬼 就请到了 为什么出来五个鬼 他去了那个庙 然后找了一个鬼 打不跑那个 就叫了五个鬼 才把那个打跑了 五个鬼把那个打跑了 人家帮着你 去你家做客 你为什么要烦 天天晚上到你家里 找你要点吃的 要点喝的 跟你聊聊天 这不成黑社会老大了吗 警察局保护我们 保护完我们 人家就走了 黑老大保护我们 不是这样的 他就跟你缠个 没完没了 天天找你要点吃的 要点供养 要点金钱 要点什么 到你家里去撒撒野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叫以鬼治鬼 那么这些 整个的神明世界 是一个很复杂的世界 大家不要怪力乱神 乱去拜 觉得是个庙我就拜 是个道场我就拜 你拜 你就把人请回家了 他帮着你 他要你的身体的灵光 来供养他 这就是邪灵 邪鬼 邪神 因为他要升华自己的量级 他帮你 是你给的红包 被那个庙柱拿走了 被庙上的人拿走 那个鬼也没拿你的红包 所以他要你什么 要你的精气神 让你的这个身上的能量 他要纠缠你的能量 到他身上 把黑气换到你身上 那你就百病重生了 什么都不顺了 所以是 大家要调整自己的念头 要善念起 善神随之 成就你的善 恶念起的时候 恶神随之 成就你的恶 有一些人 他们现在不是 你们新加坡很流行 到蔡草岗坟地里面去拜 然后求万字嘛 一求一个准啊 你看那些人后来都得好了没有 没有一个得好了 为什么得不到好处 拜了邪神 然后不是正念 不是为了修道而去求 说我们求财富 求健康 求幸福 求美满 从求道上面求 让这些神明助力我们去成道 助力我们究竟圆满 一生成就 往生成就 他们有功 他们也愿意来帮助 帮助我们 对他们也有功德利益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接受 不要搞迷信 这个不要因为一个师父有神通 而迷信这个人 这个要依法不以人 今天这个世界 很多人 怎么去糊弄大众的 就是因为乱险神通 让大众依附于他 觉得他已经成佛了 觉得他已经是活佛转世了 释迦牟尼的教育 所有诸圣贤的教育 都是为了你成佛 不是他成佛 你去拜他 成为他的走族 成为他的信众 成为所谓的他的徒众 不是这个样子 这是什么 这是怪力乱神 这是孔子所说的 子不语怪力乱神 在帮助众生的时候 允不允许显一点神通 允许 但是显了以后 马上要告诉大家 不要追求这个东西 斩断对个人的崇拜 对机构的崇拜 因为要引导你是佛 你必须今生你成佛 我帮助你成佛 我引导你成佛 我给你手段 给你方法 你去成佛 你去往生 所以今天搞个人迷信 个人崇拜 怪力乱神者 比比皆是 无论台湾 澳洲 加拿大 美国 咱新加坡 反正对谁都不崇拜 无所谓 还好一点 这个 很容易搞迷信崇拜 所以这个是提醒大家的 不要搞迷信 不要信牛鬼蛇神 不要搞迷信崇拜 不要听命于鬼神 要请鬼神来拥护于我 然后助力我们成就 好 今天的讲座 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 谢谢你们 好 再见